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被劈下马来 面对着骑兵将要被全歼的命运 陈英还是体现出了一名将领 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清醒地判断局面的能力 他没有盲目地指挥部族上前救援 他很清楚 一旦如此 便会连部族也无法保重 也许 对手想要的正是他挥兵上前 虽然他还有两千余部兵 数目远超对手 但在这样的地质之下 部族队伍一旦散开了队形 便会成为对手屠杀的对象 另其招展 两千余族列成了一个荒阵 盾牌兵最前 长枪手拘后 刀兵尖插而立 而弓箭手则居于正中 所有的和间军兵们都红着眼看着远方 他们的骑兵正在一个接着一个的 被披下马牌 陈英痛苦地看着自己的骑兵是越来越少 眼睁睁地看着部下被杀 却不能救援 这是最让人痛苦不堪的事情 用不了多长时间 这支和间骑兵就会将不复存在 瞪着眼睛看着那支众横来去的轻衣骑兵队伍 陈英突然想起了一个传闻 相传辽西的那一位 他的麾下都是着身青涩致氏的服饰 他死死地盯着前方的战场 然后便看到那个高大的身影 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高远 但是他一眼就认定这个人 是的 这个人一定是高远 自己寻他十数天不见踪影 他却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骑兵决胜的速度远胜不足品杀 不到半个时辰的功夫 胜负便已揭晓 千余和尖郡骑兵们只剩下不到百余人逃出身边 其他的进阶倒在战场之上 收 高远手中带血的马刀高高举起 一个个骑兵在他的身后汇聚起来 高远的目光越过战场 落在远处那一片黑压压的部族身上 落在了那面尘子大旗之上 我们走 高远冷笑一声 重马转身而去 没有人质疑高远的命令 高远侧马转身 白宇成贺兰雄兄妹两人都是拨转马头 当着那两千余不平的面扬长而去 高远的不屑并没有引起陈英的愤怒 反而让他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轻而易举的击溃复来了一只人数更甚于自己的敌人 这只看似拼凑起来的骑兵队伍 再一次彰显他们强悍的战斗力 说是三方拼凑起来的部队 但其实却是在一起并肩作战多次 且一默化之中高远一手打造了 伏风骑兵的作战方式 在不知不觉之中 已经深深的影响到了贺兰部 以及白宇成的麾下 伏风骑兵的单兵作战能力并不强 但在战斗之中 取得最大成果的往往却是他们 战争的胜负 甚少取决于个人的汉勇 更多的却是一只团队的配合 众团队而轻个人 这便是高远的作战理念 依靠将领的汉勇和无畏 来获取战斗的胜利 只是在极为特殊的情况的个别案例 更多的时候 一只训练有素 熟悉团队配合 彼此呼应的部队 要更为考得住 而对这一点 印象最为深刻的 便是曾经横行东湖的马匪头子白宇成 想当年他麾下上千马匪 无一不是奇数精良 格斗技巧超群的勇士 但对上东湖精锐部队 便只有亡命而逃 变成落水狗的份 在与浮风兵并肩作战的这大半年中 他亲眼目睹了浮风兵的老兵的带领下 一个个菜鸟一步步变成了辛辣的老兵 亲眼瞧见了那些单兵作战能力 并不特别突出的士兵 在团队的配合之下 取得一个又一个 让他难以企及的战果 原来真正的军队 是这个样子的 就这样算了 盘坐在地上的白羽城 看着对面的高远 笑问道 此时他们距离先前的战场 已大约数十里 骑兵们下马开始修整 整理安具武器 喂食战马 欢声笑语 充斥这片地方的每一个角落 听到白羽城的话 高远眉头一掀 既然做了 当然是一不做二不休 这可是你们大烟的军队啊 和烟军与你们浮风也算是邻居 贺兰雄诧异于高远的决定 正因为如此 才要打了他们一蹶不振 将他们打怕 打服 这支和间俊齐兵 能派出来扫荡匈奴溃兵 那自然便是和间 严胜好悔下 极为精锐的军队了 打好他们 也让严某人看清形势 不要以为抱上了某些人的大腿 便可以横行无际 而且接下来 我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对护东湖人身上 我可不想有人扯我的后腿 那既然如此 刚刚为什么不一鼓作气 反而要撤退呢 站在白羽城山后 长发披肩的虎头问道 我看刚刚那些和间俊兵的魂都会下没了 高远笑了一笑 虎头 你没有与步兵作战过吗 这倒是真的 我们一直是骑兵对决 马快 刀快 一刀两断 痛快了你 虎头一甩头 满头黑发飞舞 如果不是满脸横皱 刀疤纵横 这一甩 倒颇有些出尘的意味 只不过配上他那张脸 不免就有些牛头马面的意思 骑兵对付密集的截阵的部族 是没有必然的胜算的 先向我瞧了一眼 和间俊兵这一次出来 上座是做了周全打算的 枪兵 盾兵 弓箭手 占了很大的比例 一旦截阵 那便是一个浑身都是刺的家伙 我们这点兵力 如果硬打的话 根本不够往里填的 杀的一千 自损八百的事情 我是绝不会做的 我们穷门小货 可经不起这样大手大脚的折腾 不过 我看了和间俊的那名 指挥很沉稳 眼看着他的骑兵 在前面被我们歼灭 也没有轻易的动态 想要找到他的漏洞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要是一直这样归缩着 我们怎么办 毕竟这里离和间俊 并不是太远 贺兰雄沉引道 虽说不远 但也有百多里 这么长的距离 足够了 你是想在他们行军的过程中 不断的骑扰 白宇成眼睛一亮 找到漏洞 便一击得手 这个和间俊兵 要想不被我军所衬的话 必然要集结在一起 缓缓而撤 可这样一来 他们的行军速度 可就要慢下来 速度越慢 时间拖得越久 对他们就越不利 士兵们就会疲劳不堪 高远挥了挥手 托死他们 托到他们粮草耗尽的时候 就是完全歼灭他们的时候 和间俊会不会来援兵 贺兰雁想了一想问道 我是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的 白兄 你挥下单兵作战能力最强 马术也最为精了 我想请你带领部下 隔断他们与和间俊的关系 不许他们一人一起 脱身回和间 求援 如何 高远转头看着白语成 笑着说道 紧凤令 白语成双手抱拳 大声说道 他的态度 倒是让高远微微有些吃惊 看了一眼白语成 见他笑意盈盈的模样 高远心里头 微微跳了一下 一丝喜悦 扑上心头 贺兰雄 掉头看着自己 另一边的贺兰雄 你与燕子两人 带领贺兰部 挑起起扰的大人 轮番出击 不分日夜 不断的起扰 让他们日不能流畅行军 夜不能安然入侵 最大可能降低 他们行军速度 明白了 这个容易 贺兰雄哈哈一笑 但是贺兰雄 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你在起扰 进行一段时间之后 不管对手 露出多大破绽 绝不要贸然发起 大规模的进攻 高远补充了一句 你是怕他们 设下陷阱 贺兰雄问道 高远点点头 不错 看那个合间俊 是颇有才能的家伙 我们这样逼上去 他不会不想办法 摆脱困境的 说不定就会设下一个陷阱 也因为你跳进去 一旦你被陷进去了 我们这一趟可就要白费力气了 放心 没有你的命令 我绝不会轻易地发动 大规模的进攻的 我所说的不要轻易发动进攻 并不是绝对的 高远沉吟了一下 我预估着 对手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 必然会苟急跳枪 定然会脱下了一些战缘法 或者是 壮士断腕之类的手段 金蝉脱效 这个时候就看你自己的决断了 你的意思是说 既然壮士断腕 你倒也不妨将这部分吃掉 剩下的交给我 高远呵呵一笑 我会带着我的属下 绕上一个弯 去前方等着他 所谓知人善刃 物尽其用 也便是如此了 白羽成的麾下 马匪出身 自由惯了 不容易受约束 便使他们去截断 对方的联信通落 冲阵斥侯一职 自由自在 又可以斩尽 他们单兵作战能力 而贺兰雄 不具有一定的战术纪律 贺兰雄在部落之中 又是一言九鼎 使他们起扰攻击 有了自己的叮嘱 贺兰雄一上心 便不会轻易坠入 对方的陷阱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纠缠之后 逼迫 和尖俊兵 壮士断腕 分兵突围 然后使贺兰雄 一口吞掉 对方的寄生品 而高远自己 则率领 火力最强 战术纪律 以最强的 扶风骑兵 兜头 堵截 对方的主力 力图将对方 吃了连皮毛 也不剩一点 要么不做 要么便做得彻底 和尖俊 严胜浩 或许对自己 并没有太大的恶意 但现在 既然有了 这么一点点的矛头 高远要做的 便是彻底掐灭 当这股 堪称和尖俊 精锐的军队 覆灭在草原之上后 即便是严胜浩 欲对自己不利 只怕也是有心无力 但叫他有一丁点 这心思 自己转过手来 便能让他 真正的好看 高远 嘘了一口气 闭上眼睛 自从经历了 继承这一场 生死献上的徘徊之后 他自己也感觉到 本身的心境 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如果是在以前 在击败对方 骑兵 自己安全无虞的 情况之下 他是绝不会 对这些不足 赶尽杀绝的 他站了起来 看着贺兰雄 与白语成 不留活口 就让圣岩浩 认为他们是 父王与 匈奴人之手吧 看着高远 冷冷的眼神 贺兰雄 与白语成 二人不由自主 打了一个痕迹 高远 似乎有些变了 全军在修整 一个时辰之后 兵分三路开拔 向着他们 各自的目的地奔去 面对着满地的死尸 一片的狼藉 陈英是欲哭无泪 一千骑兵 转眼之间便 飞灰烟灭 能够心存下来的 只余下百多骑人马 而且一个个都是 面无人色 显然是被吓破了他 这一次出来 接连胜利 所积累起来的士气 至此已是荡然无存 这才是真正的 匈奴骑兵 中原骑兵比起来 还是不够看 敌人虽走 但陈英却不敢随意动弹 对方是骑兵 来取如风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来一个回马枪 直至派出的少奇 确认对方 已经远离自己的军队 陈英 这才送了一口劲 到了这个时候 他是说什么 也不愿意 再在这该死的地方 停留了 连战士袍则的尸体 都没有收拾 他便带着两千余部族 匆匆踏上了归程 回去 只有待在高墙壁垒的 尖程之中 方能对抗对方 那强大的冲击力 这是他唯一的念想 吓破了胆的 和坚军兵们 撤走之时 倒是速度极快 连他们这些天来 缴获的战利品也不要了 满路丢的都是 现在的他们 只求走得更快一些 大半天的工夫 他们竟然破天荒 走了近三十里地 看着已经疲劳不堪的士兵 陈英知道 必须停下来休息了 欲速则不大 这些士兵受到 今日对手的震慑 一口气扫到这里 其实已经是强弩之末 如果再勉强 说不定 便会崩盘了 天上星光灿烂 草菅重鸣成生 军营之中 却是憨声震天 一整天的丹精兽 怕雨劳累 使得和坚军兵们 一倒下去 便几乎睡死了 即便是奉命巡逻的士兵 也是以枪杆称帝 拖着沉重的步子 一步一挪 上下眼皮子进打架了 哪里还有精神 去警戒四周 陈英却睡不着 躺在帐篷里 心里确实七上八下 这一次出来 葬送了和坚军 整整一千起兵 即便自己是 郡守的心腹爱将 只怕回去 也要受重责的 搞不好 这个将军 便当到头了 回去之后 得好好地准备 一份厚礼 去找找严郡守的爱妾了 好好地吹吹枕头风 等风头过后 再重新用自己 探一口劲 抹了一把脸 这一次非得大出血不可 不过 只能重新得用 这送出去的 终还是能捞得回来 心里转着无数的念头 疲劳终是无情地袭来 眼瞼垂下 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陈英是在 尖利的剑笑之声 醒过来 当他一山不整地 冲出帐篷 看到的却是满天烟火 一支支火箭 带着尖利的笑声 自迎外袭来 一个个帐篷被点燃 内里的士兵 尖叫着从内里冲出来 甚至都没有拿上他们的武器 火光将星月的光芒 完全掩盖 敌人的战马奔腾呼啸 四提落地 却几乎没有发出什么声音 来袭的敌人 将马蹄都包了起来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才瞒过 和尖兵的耳目 数百名骑兵的袭击 如果不包上马蹄 是不可能毫无声息的 看着敌人横冲直撞的 切进银盘的一角 锋利的马刀 在火光之下 闪着灵灵光芒 鲜血蹦剑 惨嚎生生 陈英是肝胆剧烈 日间敌人的撤退 不过是欲擒故众之际 自己也太过于大意 全军积极 他声嘶力竭地吼叫起来 看着满云乱窜 犹如梧桐苍蝇的一般的士兵 只觉得那头都要炸开 贺兰雄重马分驰 在对方的营盘当中 弯刀挥舞 收割着一条条鲜火的生命 在他的身边 贺兰雁长长的马鞭 卷起一只只火把 抖动之间 将这些火把扔在一个杖刀之上 将其点成一团 熊熊燃烧的火炬 看着乱成一团的合金去打赢 贺兰雄也有些堂目结舌 高远好像高估了对手 对于有可能的夜袭 对方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防备 现在的贺兰雄手下 虽然汇集了妹妹统带的兵力 但也只有区区五百起 而对方 足足有超过两千人的兵力 见惯了高远 军队扎营的时候那种种手段 贺兰雄自然是小心翼翼 但在初始试探之后 他居然发现 这个银盘竟然是不射防 哥 高远让我们不要太过于深入了 我们现在是不是退出去 贺兰雄抖手之间 又扔出数个火把出去 点燃了一个上 看着混乱的银盘 他大声的问 因时而定 因事而定 恐怕高远也没有料到 对方既然是这个样子 这样好的机会 岂能放过 不妨我们便大干一场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地儿了 今夜过后 对方必然会加强防备 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贺兰雄哈哈的笑道 哈哈哈哈 再说了 我们现在杀得狠一些 往后高远那里 便会轻松一些 哥说的对 我们多杀几个 到时候高远面对的敌人 就会少一些 他那里人太少了 贺兰雁赞同了点点头 贺兰雄白了妹子一眼 心道果然是女生外敲 高远是人少 但架不出他火力猛的 一百个扶风骑兵 带着一百架的连发弩 那可真是个好中下 自己出征之前 扶风兵还没有这个玩意儿 现在居然连这样的东西 都弄出来 白日里那一战 听着那嗖嗖不学的弩热 连发之声 他都忍不住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五百骑兵在银盘之中 纵横往来 除了往中心方向 遇到抵抗之外 外围的营帐 基本上是毫无抵抗之力 当天边露出鱼肚白 贺兰雄带着他的骑兵 扬长而去的时候 留给陈英的是一地的浪迹 无数的死尸 以及血迹斑斑的草地 陈英是欲酷无泪 白天 他损失了一千骑兵 晚上 他又有数百部族 在对方的袭击中 命丧当场 惶恐的和谦骏军兵 这一天只走了不到十里地 因为在他们的四周 又出现了一批游骑 这些游骑人数并不多 最少的只有三五个人一伙 多的也不过十余人 但看到对方展现出来的马术水平 和谦骏军兵们都是心惊胆颤 对方好像并没有攻击他们的意思 但这样阴魂不散的吊尔他们 却也着实让人心中不安 陈英在忍受了半天之后 终于还是忍不住 将手里头最后一百骑兵派了出去 这里边有着他的数十名亲兵 这些游骑看到和谦骑兵雍风而来 历史打马掉头逃走 紧追不放的和谦骏军兵们 在这个时候似乎脑子短路了 又或者他们因为接连两场败仗 而运及了太多的愤怒和不甘 他们居然追上去 然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懒人听书原创录制的小说 《我为王》 作者 枪手一号 播讲 百里图图 断根 陈英本来指望着手头这最后的骑兵们 能稍稍拿回一些战果 以使跌到谷底的士气能稍有振作 但在一个时辰之后 他没有等回他的骑兵 却发现那些阴魂不散的游骑 又出现在他的周围 这一次 人似乎更少了一些 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 远远的盯着这些锤头丧气的和尖兵 这个结果 让陈英几乎崩溃了 这一批不是昨晚袭击大营那一批人吗 他们的服饰和使用的兵器 居然不同 昨晚出现的敌人 有着统一的服饰和武器 而这一批人 兵器却是五花八门 从匈奴人惯用的弯刀 到那些轻衣兵的使用的马刀 再到长枪流星锤 铁解 几乎就没有重样的 节鎮精神 陈英下令就地速营 这一次 他不敢稍有大意 营盘之外 开始设置了防备骑兵的巨马路角 挖掘壕沟 设置障碍 安排直询 陈英将他所能想到的 全部在这里摆了出来 夜晚降临 那些该死的敌人还是出现了 不再是白天的那些家伙 这一次 又换了昨晚上那一批 不过这一次 他们再也没有掩饰行藏 如雷的马蹄声 震天的呐喊声 呼啸的火箭声 一夜就几乎就没有停止 这些骑兵闹腾的一夜 大营之内的和建军兵们 也都是瞪大眼睛 防备的一夜 然后除了射箭之外 敌人并没有进攻的意思 当起明星挂到天空的时候 终于烟漆息鼓了 敌人突然之间消失着无影无踪 顶着两个黑眼圈 和建军兵们吃过早饭 收拾营帐 准备再次踏上回家的路途 不过在他们的队伍的周围 又出现了那些散骑游泳 就如天上的突袖一般 正死死盯着他们 准备袭击的猎物 连续两天两夜 和建军兵的承受能力 终于达到了极限 队伍之中开始出现了逃兵 陈英对于部队的控制力 降到了最低 几乎已经无法截止 麾下愤怒的士兵 一天之间 竟然有多达百名逃足 而对于这些逃足 陈英已经没有能力去追赶 抓获并治罪 连着几天几夜没有合眼 陈英全身都觉得软绵绵的 提不起丝毫力气 看着拖的老长的队伍 他已是心如死灰 对手打的主意 此时他已经很清楚了 但却无能为力 此时此刻的他 反而盼望着最后的时刻 快些到来 那个时刻 也许 是一种解脱呢 远远地看着几乎已经崩盘的 和谦军兵 白宇成摇摇头 高远估计这些家伙 有点过了 根本不用这么费劲 现在发起进攻 轻而易举 便可以将他们全解呢 贺兰雄身有同感 我已经派人去通知高远了 等他赶来 我们便发起总攻 对方虽然已经筋疲力尽 但好歹也有千余人 已都有死相 等我们集合全部的力量 再做最后一击吧 高远说的对 现在我们没损耗一个战士 都会让人心疼的 接到贺兰雄 信报的高远 苦笑摇头 自己费了诺大的功夫 不知好了圈套 却赫然发现 自己要捕获的猎物 竟然等不到 踏进最后的陷阱 便已经是毫无战斗力 看来 自己还是高估了 对方的实力 本来和间军兵 因为与匈奴接壤 战斗力并不差 想想辽西兵 就是如此啊 比起大燕 其他各军士兵的战斗力 要高上不止一个档子 张守约的部队 便可以比美大燕的 常规部队 而他的中军 战斗力 更是超过了燕国的 常备军部队 也正是因为 有这样的一支部队 才让张守约屹立不倒 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 白宇成率先发动了进攻 他回下 使用重兵器的人极多 正好用来 破开步兵的防守阵容 贺兰雄紧跟着白宇成身后 发起冲击 当他们将和尖骏军兵 冲得七零八落 结成树段之后 高远率着浮风骑兵 也赶了过来 三方合力 战事 毫无悬念 天边残阳如血 映照着和尖骏军兵 那插在地上的残破的旗帜 只是旗帜周边 再也看不到一名的和尖骏军兵了 七月二十一日 高远安然无恙回到了辽西浮风 在当地成千上万军民的欢呼声中 进入他阔别大半年的城内 八月初一 高远征东将军府开府建崖 将军府下 设左军都督 右军都督 中军都督 军长使军司马 征辟孟元为左军都督 郑晓阳为右军都督 孙晓为中军都督 曹天成为军司马 本来还想征辟吴凯为军长使 但吴凯却说 什么也不干 情愿当着他的宪令 说白了 他最主要的精力 还是要放在四下的生意之上 八月初八 征东将军府在浮风城下 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 三军都督各率军马 接受新任征东将军 高远的检阅 一个接着一个震惊的消息 通过浮风传向大烟的四面八方 同时也传向这片大陆的 每一个角落 而每一个接到消息的人的反应 却是各不相同 辽西郡守张守约 听着信使的回报 惊讶之余 却又仿佛是意料之中 稍作思考 便吩咐亲卫 统领顾长卫 准备礼物 他要亲赴浮风 向高远 表示祝贺 张书宝在浮风 根本就没有回来 而张军宝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却是脸色铁青 将自己关在书房之中 整整是一天没有出门 狼牙俊 刚刚回到这里不久的 叶天南仰天长笑 随即派出麾下大将叶珍 携自己与叶京儿的亲笔信 赴浮风 何坚军 颜盛昊 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正面对着属下 好不容易从草原之上 找回来的亲屎大将 陈英的尸体 天气炎热 尸体遭臃腐烂 恶臭哭疑 几乎是难以辨明 陈英的面目 听到信使的回报之后 长叹一口气 吩咐回下 准备丰厚的礼物 送往浮风 对高远的开封建崖 表示祝贺 于阳君 江大为与儿子江新亮的反应 却是截然相反 一个是大发雷霆 这一天之间 也不知有多少府里下人操了殃 而江新亮 却是喜气洋洋 呼朋唤友 与九家之间 大肆庆祝了一番 继承 燕王姬平 听闻高远在浮风 正式开府建崖 笑意盈盈的吩咐道 将郑东将军 一应应信 一仗棋牌 快马送往浮风 丝毫不顾 太尉周渊铁青的脸庞 笑眯眯的对群臣说 高远出身微末之间 对于这些礼仪之事 只怕不甚了然 然则郑东将军 乃我大焉 八大镇将之一 位高权重 不可轻忽 淳于大人 还是你辛苦一趟 亲自去一趟浮风吧 燕国内使淳于燕 攻身为礼 谨遵亡命 起身之时 看了一眼 太尉周渊 与御史大夫 宁泽成 眼中一丝细虐之意 却是怎么也抹不掉 晚间闲云楼内 周渊与宁泽成 相对而坐 相对于周渊的暴怒 宁泽成 却显得是相当淡然 王上上司高远 千副铠甲 以及各类紧薄 不下巨腕 他想干什么呀 重重地将手中 茶杯 顿在桌面之上 此时的周渊 丝毫没有平日 泰山崩于前 而色不改的从容 显得是焦躁之际 哎呀 周公 少安勿躁嘛 宁泽成 轻轻敲着桌子 今日在朝当之上 你是生怕 别人不知道 继承刺杀 高远之举 乃是你所为吗 周渊 文言一正 就算不言 难道他们就不知道 乃是你我所为吗 他忽然宁笑起来 令大人 莫非你认为 你还能脱身吗 王上辞去 分明就是警告你我二人 看来他对我们 已经有所遗迹了 宁泽成 脸色不变 那又如何啊 周公 高远就算活着 回到了浮风 又能拿你我二人怎样 张东将军 张东将军 燕国有八大真将 他只不过其中一个 而你我 却是唯一的 既然事有不开 当自徐徐徒指 只不过 我希望下一次 再出手之时 你能时拿时稳 而不像这一次 互投舍尾 这样的有力局面之下 居然还能让高远 逃之夭夭 以至于种下恶果 周渊颓然道 如此死局 也能让他逃出生天 早知如此 我便应当在 渝阳军前 想方设法 置他于死地 如果在渝阳弄死他 我们如何办到 叶天南呢 宁泽成摇摇头 想比高远 叶天南更危险 我 我是担心 养虎一换啊 这一次我们放虎归山 以后想再有 这样的机会 可就难了 周渊叹息了一声 失望之情 溢于言表 哪倒也不见到呀 只要用心 机会时时都会有的 宁泽成笑眯眯的说 你已经有办法了 周渊眼前一亮 办法倒是有啊 是不过这一次 确实要下些水魔功夫 而且还得时机成熟 去看看吧 如果高远 踩紧至此 那也无所谓 如果他当真 还能步步向前 那说不得 就必须要对付他了 宁泽成轻轻灼了一口茶 周公 谢等等吧 眼下我大音 正在准备发动对东湖的大战 你的心思还是多用在这上面好些 如果能拿下东湖 你可是盖世前求啊 只要做到了这一步 你还怕一个区区的高远吗 说到这里 周渊哈哈一笑 哈哈 你说的对 总攻东湖 不管高远愿不愿意 他就得重归我的回家 机会确实大把的有啊 宁泽成摇头 此时高远 已不是鄙视高远 想要轻易算计他 也是不可能了 不过 办法总是有的 你说的办法是 此时 须得重落在辽西 宁泽成用手指沾着茶水 在桌面上写下一个名字 我已经派人去联络他了 想为他也是愿意的很 看着这个颇有些陌生的名字 周渊微微一丈 思索片刻才想起这人是谁 瞪大眼睛看看宁泽成 宁大人当真厉害 竟是打着这个主意 此时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不足为外人道 如果成功 可就不是一尸二牛 而是一尸三牛 所以周大人 在我们发动之前 面子上的功夫总是要做足的 高远开府县衙 出任征东将军 你这个总管大阴兵马的太尉 总得有所表示才对 欲取之 必先 欲之啊 周渊连连点头 做出和解之态 以慢此次心中 警戒之心 当可粗你我大忌得成 十数日过后 这一消息 终于传到了赵国 赵王赵无极只是瞟了一眼 便将这一封密报 扔到了废纸楼中 于他而言 燕国的这一次人事变动 根本就是一件 无足轻重的小事 虽说郑东将军 已是燕国高级将领 但此人身处东湖边境 与赵国一时半会儿 却没什么领想 现在让他焦头乱额的事情太多了 哪里顾得上燕国一个将领的升迁之士 赵燕之战 燕国大败 需要有人为此负责 他不得不贬斥赵锡 这让他对于朝政的控制力大减 而此消彼掌之下 国相紫兰却是水涨船高 顾正于国相的欢呼声建高 让他极为震怒 他强硬地做出了回应 秦赵之战 看似秦国损失了大将迎藤 但从长远来看 赵国却是大败亏输 虽然知道赵木乃是国之助使 但在秦国的压迫之下 不得不贬斥赵木 更何况赵木与子兰是之交 这一次惩罚一下赵木 也算是对子兰一系警告 子兰不能再留在寒丹了 让他滚回戴军去吧 戴军现在是损失惨重啊 没有数十年休想翻过身来 而接下来应付秦军 有可能的攻击 便会让子兰无暇骨骑其打 赵国政坛地震不断 先是赵起被贬 接着赵木被贬 再接下来便是国相子兰被除职 三个对赵国举足轻重的人物 竟然无一幸免 上大副公子力出任国相 原赵木部将周长寿 任河东大营主将 另外赵国常备军大将赵广 任副将以防秦军 赵国国相府赵木与子兰相对而立 相对于赵木的满脸疲惫与苍老 子兰反而显得精神异议 赵将军 此一战非你战至最严 而是还没有开打 我们就输了 战场之上的败北 不过是这一次世界的延续而已 王上自然贬落了你 但不过就是应付一下秦国而已 只看河东大营主将的周长寿 便能明白 一旦有事 你便会起伏他 也辛苦了这么多年 正好借此机会好好地休息一番 子兰安慰着身情低落了赵木 话虽如此 但从此以后 我们与秦军相比 必然是处处受之啊 步步落入下风 怎能不让人忧虑 赵木叹息道 福兮祸所依 祸兮福所福 虽然我照过这一次落了下风 但也让其他各国看清了秦国的打算 也许在行众横之际 便不会有如此大的阻力了 兴许这也是秦国由胜而衰的前奏 凡事也不用老往坏处想 你倒是会快人心呢 不过这一次你算是得偿心愿了 除了国相回到戴俊 不再置身于邯郸这高薪斗角的场所 只需要心惊略你的戴俊 想必你是极满意的 何谈满意说呀 戴俊现在是百废戴青 而秦军呢 会让我笑听吗 提到戴俊 紫兰的笑容顿时消失 两人相对无语 都是切押不语 国事如此 夫妇何言苦苦支撑而已 东方 潘红轻轻走入小厅 刚刚虎包齐送来一个消息 哦 什么消息啊 紫兰微微汗手 看你这样子 破为吃惊了 东方 是关于燕国的 你一直很关注那个燕国县委高远 升任郑东将军 与辽西伏风开服解崖 正式的走马上任了 潘红说道 紫兰微微一正 哦 竟是如此 前段时间传来的消息 我还以为此人已经被周远等人算计死了 想不到 居然柳暗花明 此人倒还真是一个人物啊 沉吟片刻之后 紫兰又继续说 潘红 让冯发勇去一趟吧 就说 我对他高声表示祝贺 礼物 就让冯发勇 带十万两银票过去 别的东西也不好送过去 还是银子方便 想必他现在开服县衙 最差的便是钱吧 听着紫兰的吩咐 赵木不由大恶 紫兰兄 你怎么对此人如此感兴趣啊 如此大手笔 紫兰哈哈一笑 却是没有对赵木解释 高远的征东将军府 行员设在浮风城内 其实就是原来的浮风县衙 摘掉原来的牌子挂上新招牌 就凭装新酒 不过吴凯的县衙 整个班子可就得搬出去了 现在前院里 驻扎着征东将军府内的军法司 后勤司等一系列牙口 而高远呢 则独占了整个后院 征东将军府开府建牙的第一件事 就是整编军队 高远出征余扬之时 带走了一千伏风兵 回来的时候 却只剩下不到四百人 如此一来 浮风本地兵族便只剩下不到两千人 而由孟冲与许元带来的外地士兵 却是多达四千人 本地士族与外来者 如果不能很好地融合的话 便有可能会念成事端 事与高远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设置左中右三军都督 以孟冲 孙小 郑小阳 三人为三军都督 也可以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 也为接下来的整军 打下坚实的基础 孙小与郑小阳都是老部下 字不用多说 所以在吩咐了两人几句 关于整军的相关事宜之后 高远便留下了孟冲 打发走了另外两人 眼见着孙小与郑小阳两人离去 孟冲不由有些紧张起来 到浮风的这段日子 他与许元一直便待在 牛兰山的大营里 在这里 他再一次见识到 浮风军的军容 在渝阳的时候 他本来以为高远的练兵 已经非常残酷 但在见识了牛兰山大营 严格的军纪 与残酷的军连之后 他方才意识到 在渝阳的时候 高远还只是牛刀小事 而与之相比对应的就是 浮风兵那强大的战斗力 在渝阳经过高远的几个月的调教 孟冲本来以为 麾下的军队 已经可以称之为强军 但现在他才明白 自己的麾下 离强军 还差得很远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懒人听书原创录制的小说 《我为王》 作者 枪手一号 播讲 百里图图 断根 第183集 笔直地坐在高远的面前 双手放在膝上 身体不由觉得有些发紧 他不能不紧张 以前的他只是一个小小县位 当然 以前的高远 也是一个县位 不过此县位非笔县位 两人之间的差距 是明摆在那里的 更何况 高远现在已是大焰八大将军之一 而他 也由一个不入流的县位 一跃而成为将军府下 统霞树千士兵的将领 说是一步登天 也不为过 看着孟冲有些紧张 高远不由笑了起来 起身提起水壶 替孟冲前面的水杯 驯满 孟冲 我们都是自家兄弟 轻松一些 是 将军 我不紧张 孟冲舔了舔嘴唇 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声音 都有些发抖 高远坐了下来 看了对方 孟冲 这次整军 你有什么想法吗 如果你有想法 尽管说出来 咱们关起了门来说话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不需要有什么顾忌的 将军 我没有什么想法 一切按照将军的意思去办 孟冲赶紧说的 嗯 高远有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你当真没有什么想法 要知道 按照这一次的整军方案 你的麾下 还有许元的麾下 可全都被打散了 而且我也不瞒你说 扶风兵的能力 你也看到了 采用大笔的方法 来确定各部 各队之间的军官 还有可能 绝大部分基层的军官 都会他们占据 而你手下原本那些军官 除了那些极其出挑的之外 其余的恐怕都要去当兵了 将军 我明白你的意思 孟冲镇定了一下心神 到底是读过书的人 高远将话说开 他便也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一直能战斗的军队 当然是能者上 劣者下 兵雄雄一个 将雄雄一窝 这一点在余养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 我们原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中 但自从宁高将军领军之后 咱们这群别人眼中的绵羊 便变成了恶狼 而军队之中的基层军官 是一支军队的骨架 当然必须要有能力的上 所以我没有意见 我想许元也不会有意见的 这么说 你与许元 对这一次整军都是同意的 高远看了出来 孟冲的这番话 倒是发自肺腑的 是 孟冲重重点点头 将军 我也不瞒您说 我跟着您来 就认定了将军未来的不可限量 跟着您可以博一个如锦前程 我与许元在原来的地方 都是受排挤 不受人待见的人物 好不容易碰上您这样一个民主 那当然是死心塌地的跟着您干了 那下边的人呢 高远轻轻敲着桌子 特别是那些 要被撸下去的人 这您放心 所有的一切 由我和许元来摆平 孟冲毫不犹豫地说 将军给了他们的机会 他们既不如人 那也怨不得别人 而且 我们争东将军面对东湖 战事不会断的 将军肯定是要对东湖动手 想要升官 那就得拿战功来换 那就好 你这么说呀 我就放心了 高远高兴地点点头 你麾下两军 许元领一军 严海波领一军 严海波是扶风老兵 对于扶风的练兵之策 以及军纪 战术都极为熟悉 你意识不妨与他多多商量 郑东府下分三军 我可不想你被别人比下去啊 孟冲豁地站起来 将军放心 如果我被孙将军 郑将军比下去 情愿不当这个左军都督 让能来者担当 高远大笑 我会想隆共就三军的 总会有一个第一名 一个第三名的吧 要是谁输了 都料挑子 那用不了多久 恐怕我就没有将军来领军了 孟冲左中右三军之中 如果说将来谁能阻挡一面 我是最看好你的 你的前途 只怕比孙小语 郑小元二人都要打得多 孟冲不由大恶 将军 你诗文断字 书读的很多 虽说一员名将 不一定非要读过书 史上有不少这样的名将 但是你的起点比他们要高 所以成功的可能性 比他们要大得很多 孙小语 郑小元二人 都是凭借着战术的经验 与本能的战斗 而你不一样 这段日子我也一直在观察你 你善于总结 善于学习 数月的相处 你的进步让我吃惊啊 所以我说 如果将来我麾下 谁能第一个独挡一面的话 那绝对会是你 所以我希望 你不要辜负我的这份希望 听着高远的话 孟冲不由他为激动 孙小语 郑小阳两人 可是高远的第一系汉将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作为一个后来者 竟然被高远如此看重 谢谢将军的看重 我定然不负将军所望 孟冲大声说道 坐下坐下 高远双手下岸 孟冲啊 我希望你以后 将自己真正的当成 张东军的其中一员 而不要总认为自己是后来者 一荣俱荣嘛 一损俱损 我相信你明白这个道理的 是 将军 我明白 孟冲有些惭愧 到福封这几个月时间 他始终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 在观察着这支军队 说说吧 我们征东军开府县衙 你觉得我们有什么不足的 哪里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想必你也清楚 我现在麾下除了一帮大佬搓枪军外 就是还有两个赚钱 还不错的下属 曹天成 我们军司马 捞钱是一把好手 管钱更是一个铁算盘 老吴 吴县令呢 做生意那是顶一的 但现在我想与他们商量一件事情 多半是一万三不知 我虽是武将 却也读书人 相信你会有你自己的看法 不要藏着掖着了 梦冲低头 沉思片刻 离了里头去 将军 我还真是有点想法 说 来 说出来听听 高远高兴的说道 他现在最头痛的问题 就是御室找不到一个可以商量的人 麾下 大都是一批执行命令 不折不扣的人 但只要他们能有什么高屋建林的意见 那就是做梦了 将军 征东将军 是大言八大将领之一 而搭建一个将军府班子 除了能善战的武将之外 你还必须有一批文人幕僚 在您做出一个决定之后 有人能 石漏不缺 能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 不仅是这些 你还需要 承秀善武的 对外交际的人才等等 而这些 现在的征东府里 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高远突然道 你说的不错呀 读书人太少啊 这是我的一个大短板 但是急切之间 你让我到哪里去找这些人才呀 扶风本是边线 读过书的是屈指可数 更不必说 有谋略 善交际那些人才 这一点 你只能慢慢来了 只要将军能在战场之上 节节胜利 我相信 总会有怀才不遇的人来投的 梦冲微笑的说 其次 咱们征东军中 以步兵为主 可骑兵实在是太少了 将军呢 我们以后的敌人可是东湖人 光凭着不足 是不可能战胜对手的 骑兵来去如风 机动性太强 我们与东湖人作战的话 先天性便吃了大亏 就算兵力上有绝对的优势 也很有可能 无法找到敌人处力 进行决战 所以 我们需要一支强大的骑兵 这一点 我倒是早就注意到了 伏风骑兵 一直是我训练的重点 不过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 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将军 眼下就有可供利用的 现在的骑兵 你怎么不知道利用呢 你是说 赫兰布 不错 赫兰布 赫兰布现在 虽然只有区区数百骑 但现在草原车上 可有无数被打得 无家可归的匈奴人 您为什么不招募他们来呢 组建一支 全由匈奴人组成了骑兵 高远的眉头照了起来 将军 您是在担心如何控制他们 高远点点头 如果招募一支全匈奴骑兵 我便只能交给赫兰雄来带 但赫兰雄此人雄心勃勃 我有些担心伟大不掉啊 将军 匈奴这一次可是输得太惨了 不少大部落都被打得不成模样 在其中挑一个出身 地位都比赫兰雄要高的家族 招募进来 与赫兰雄互相制衡 此事其一 第二呢 不断地往里面掺沙子 慢慢地将更多的征东军骑兵渗透进去 我相信这些事情将军一定能做好的 或者我们不需要他们忠心 但只要用足够的利益套住他们即可 高远呵呵笑了起来 你倒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啊 这的确是在最短时间之内 让征东军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的办法 但这制衡控制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 我相信将军一定能做得好的 孟冲肯定地说道 你倒是看得起我 高远笑了一笑 不过 白语成此人倒是一个可用之在 这件事情 或许让他加入 会更好办一些 孟冲与许元都是后来投靠自己的 不像孙小阎海波等人 跟着自己起于贫贱 始于微末 他们来到自己的麾下 更像是一种投资 所以高远不能像对待孙小阎海波那样一样对待 像孙小阎海波步兵曹天次曹天成 那般对待自己赤胆忠心的人 不会有很多的 能让人与人之间拴得更紧密的 却是利益 来到这个世界数年的时间 高远已经完全明白这一点 比起自己先前所处的那个时空 现在自己所待的世界 把这一条原则贯彻得是更加的彻底 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赤裸裸的 弱肉强食的时代 不像原先那个时空 还会把文明当作一个幌子挂在前面 当作一生遮羞布 孟冲是一个聪明人 也是一个眼光很厉害的人 更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在于阳 在那种不利的局面之下 他能一眼找到唯一的一条活路 而且毫不犹豫的便投靠自己 最终为自己争得到了一条生路 而且目前来看 这条生路 这条活路 还是一条光明的前程 对于这样一个人 高远是欣赏的 但说没有防备 那也是不可能 相比之下 许元反而更单纯一些 他是被孟冲说服 拉来增加自己的筹码 回到福封的这段日子 通过不少的手段 高远已是将两人的关系 摸得清清楚楚 虽然许元人长得看起来很阴险 但这个实实在在 却是一个很纯粹的军人 高远想做大事 所以他需要很多人才 不管对他自己 是不是绝对的忠心 这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他有野心 不安于现状 这就够了 只要自己有能力 不能驾驭这样的人物 而如果自己连这样的人物 也驾驭不了的话 用哪什么来争夺天下呢 谁至清则无鱼 人至茶 则无图 今天与孟冲的一番谈话 证明了自己 在观察孟冲的时候 他也正在观察着 他所心投靠的这个势力 能一语道出自己 现在所出的短板 更是证明了此人的眼光 许元或许可以用友情 忠诚来束缚 但是孟冲是不行的 你必须要有足够打动他的地方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许元只可为将 而孟冲呢 却是真正的 可以独挡一面的人物 有野心的人 一般而言 亦具有相应的能力 那柄除了杀人之外 从来没有出现在人前的小刀 在高远的指尖灵活的盘旋 高远嘴角微微露出些许的笑意 今日一大早 张书宝便带着他的部队走了 临走之前跟自己长谈了一夜 这一次 他是正式挑明了 要求高远支持他 获得辽西郡继承者的位子 现在 他将高远当成了一个强力的后援 而非一个可以使用的工具 拉住了高远 便可以进而得到陆红 黄德胜等人 而对于张书宝来说 他的大计便至少成功了一大半 父亲不会忽视这一点的 高远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一点 如果要在张书宝与张军宝之间选一个的话 他宁肯选择张书宝 不过张守约可还没有到 老到动不了的地方啊 相信他会有一些动作 不会做事两个儿子的斗争 失去控制 现在的辽西还是张守约当家 张守约以前曾希望自己成为辽西郡的先锋和屏障 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自己 不过也许自己做得太好了 大烟八大将领之一 这个身份已经可以与他并驾齐驱 不知道他会不会对此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张守约是不能得罪的 因为在很长时间之内他还是自己最强力的后援 虽然自己是郑东将军但却局限于在福封这样一个小地方 如果张守约使坏的话自己的日子不会好过 想到这时高远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躲了几圈 该找个时间与张守约好好地谈一谈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高远的思绪飘向了更远的地方 自己的那位岳父现在应当回到狼牙郡了吧 他或许是自己现阶段最能借重的力量 嘴角牵动高远忍不住快活地笑了起来 外头院子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惊呼之声 紧跟着便听到了急促了脚步之声 高远眉头一皱 线压不大内外院子之间距离有限 稍大一些动静便可以听得是清清楚楚 可是这里不是什么普通地方 而是堂堂的征东将军府 内外也算是近为森严 回到浮风之后高远正式任命 铁炫与定位两人出任自己的禁卫统领 从浮风军中挑选出了200名忠心耿耿的老兵 冲坐至禁卫 这200人平速驻扎在将军府内 军纪森严 连大声说话也是没有的 今日怎么如此喧哗 他拉开了房门 走到门前 便看到铁炫几乎是一路狂奔进来 将军 将军 步兵回来了 天赐回来了 铁炫的声音有些颤抖 高远抓住房门的手微微一倒 一步跨出房门 撩开两条大腿 一阵风一般的冲了出去 平速军纪森严的老兵们 此时却都是聚集在院子里 在他们的中间 是步兵那张熟悉的脸庞 高远出现在前院的时候 却分明感到了这些 与步兵重聚的老兵们 狂喜之中带着那股淡淡的忧伤 将军来了 不知是谁嚷了一嗓子 院子里的近伟们都哗了一下两边散开 给高远让出一条路 将军 我回来了 步兵的脸上带着他一贯的笑容 高远没有作声 眼光却是落在他的左腿之上 锤在身旁的手不停地颤抖着 撩起 松开 又攥紧 步兵的左脚 不见了 自膝盖一下都没有了 步兵主着一只木拐 就这样站在高远面前 一步步走到步兵的跟前 高远张开双手 将步兵紧紧地拥在怀中 步兵各自比高远要矮成一头 此时将头搁在高远的肩上 已是热泪盈眶 煮在手里的木拐 砰的一声 坠落在地上 怎么会这样的 你的脚呢 你的脚呢 高远的声音有些发抖 那些天 城里搜索极眼 天思将我操了起来 过了好几天才等到夜象派来的人接我走 天气热 伤口恶化 最终没有保住这只脚 只能一刀砍了 不能留得一条命在也算是很不错了 步兵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 但高远却能感受到他内心那浓浓的遗憾 步兵是骑兵将领 没有了一只脚 他还怎么空马 持衡天下 重重的在步兵背上垂了几下 高远松开了手 弯腰替步兵前期拐杖 好了 什么也别想 先好好地休养一段时间 等你完全好了 我们再说以后的事 好吧 是 将军 步兵重重地点头 高远回归手 身后的丁卫走了出来 扶着步兵走到一边 高远的目光落到了曹天赐身上 将军 都是我没用 那些天城内大举搜索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就是耽搁了几天 害了步兵大哥 曹天赐低下头 满脸皆是羞残之色 高远摇摇头说 好了 这不怪你 那种情况之下 能保证一条命 你就很尽力了 冤有头 占有种 步兵那只左脚 我会替他讨为公道 天赐 从今天起 你不再担任我的近身侍卫 专司军法司一职吧 给我将这一摊子事情做好 明白 将军 曹天赐点着头 侧身指着身边这一个人 将军 这是国将府的叶真将军 这一次奉叶相之命 送我和步兵一路返回复风 这时高远的目光 才落到最后一个人的身上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懒人听书原创录制的小说 我为王 作者 枪手一号 播讲 百里图图 断根 第一百八十四集 叶辅叶真 见过孤雁 叶真双手抱拳 大礼参拜 他行的不是军礼 却是家臣对主子的礼仪 孤雁 高远轻轻地嘀咕了一声 嘴角牵动一下 你辛苦了 起来吧 高远说道 是 叶真应声而起 低着头 笑声说 步兵将军的事 相爷也觉得很遗憾 天气热 我们接到步兵将军的时候 伤口已经晃浓涨去 而且请了最好的大夫 但也只能保一条命 大夫说 如果不截腿 连命也保不住 步兵将军很果敢 他是自己操刀 砍尖纳指左脚的 叶真的声音有些抖 想起那天事情 他仍然是有些心有余悸 杀人容易 但要操刀 亲自砍下自己的身体一部分 他无法想象 换作是自己 叶真知道 自己一定是下不去手 但那一天 步兵谈笑自若中 一刀皮下 仿佛那硬生而落的 是一件木头 而不是自己的血肉之躯 我高远的兄弟 自然都是一等一的好男儿 高远目光扫过院子里的重力 叶真 你先下去休息吧 叶真一正 将军 我身上带着相爷的亲笔信 高远白白手 你先去歇着 我回头我会找你 现在我要与我的兄弟 好好说一会儿话 铁绢 带叶真将军和他的属下 先去休息 遵命 铁绢走到叶真面前 伸手相让 叶将军 请吧 叶真无奈地看了一眼高远 垂头丧气地 跟着铁绢退了下去 高远转过身 亲手扶住步兵 向内园走去 叶真坐在前院的一间厢房之中 这里显然是 郑东将军接待客人的地方 自从铁绢将他领到这里离开之后 已经有小半天了 高远似乎忘了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 丝毫没有招问他的意思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 却又士兵送来了一个托盘 一碗红烧肉 一碗青菜 三个白面大馒头 盯着眼前的这个托盘 听着后院里传来的欢声笑语 酒中的撞击声 叶真心里有些苦涩 后院正在举行一场 欢迎步兵回家的宴会 但却没有邀请他 他心里有些愤怒 怎么说步兵也是相爷救下来的 而自己千里迢迢一路护送步兵回家 难道就没有资格参加这次宴会吗 他深深的吸了口气 想起临走之时相爷的嘱咐 硬生生的将怒气压了下去 时转是翼 现在高远是征东将军 而相爷却已虎落平阳 而且小姐在不久的将来 会嫁到高家 自己是夜府的家将 高远便是自己的半个主子 也许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自己的确没有资格参加高远的宴会 深吸吸气 再深呼吸 夜真平静下来 一把抓紧白面馒头 一口馒头一口菜 似乎吃得不快 但转眼之间 已是风卷残云 将托盘里的食物吃得精光 然后仍然如通 先前一般 双手放在膝上 正襟为坐 后院的声音渐小 随即响起凌乱的脚步声 以及豪爽的笑声 门并没有开 从后院回来的人 都能透过敞开的大门 看到坐着的夜真 但每一个人都只是 头来淡淡的一瞥 便转过头去 蓬若无人的离开 夜真如同老僧入定 不动 不言 不看 后院 丁卫打了一盆洗脸水 冰冷的毛巾敷在脸上 刚刚的酒意转瞬之间 便无影无踪 铁炫站在一边 轻声的说着夜真 在前乡的反应 将毛巾丢在脸盆里 高远眉头一挑 没有说话 静止的做到大案之前 开始批阅一份份的报告 看到高远的反应 铁炫与丁卫两人 无言的退到门外 一索一诱 守卫在门口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眼看着天色已经暗下去 铁炫走进来点上灯 轻轻的放在高远的前头 高远和尚面前的暗卷 很是随意的对铁炫说 去叫他进来吧 夜真保持着同样一个姿势 已经做了半天了 屋外来来去去的人 终于被他成功的 换出了好奇心 不时会有滴滴的 议论之声传来 铁炫大步走来 看到如同雕塑一般的夜真 眼中也是露出佩服之色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 将军让你进去 夜真豁得站了起来 两腿却是一阵酸麻 保持着这一种姿势 整整半天 虽然很酷 很帅 但不是没有代价的 一个亮腔 他努力地站稳身子 在铁炫面前保持着夜斧 嘉将的尊严 冲他点点头 请带路 屋里灯光很暗 高远恰恰便坐在灯光之前 高大宽实的身材挡住了光线 将身前遮出一片阴影 夜真便站在这片阴影之中 心中刚刚生出不适感 便硬生生地将其掐灭 他躬身向高远行礼 姑爷 这是他第二次称呼 高远为姑爷 高远凝视着对面 这名夜斧家将 高远知道夜虫 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家伙 但这个夜真 他却是第一次见到 但今天整整一个下午的表现 让高远对他刮目相看 同时也对那些船驶豪门 生出更深的警惕 这些大家的底蕴 果然是不同凡响 一个不知名不知姓 声名不显的家相 所表现出来的能力 更让人惊异 向爷有什么吩咐 他的口气很淡 似乎没有听到夜真口中的 孤叶二字 只是称夜天南为相爷 虽然只是小小的区别 但夜真能听出这其中的差别 他伸手入怀 掏出夜天南与夜京儿的信件 拱手递了上去 你坐吧 高远接过信 随手指了指 阴影之中那把椅子 虽然坐了半天 夜真更想站着 但高远话一出口 他马上后退一步 保持着先前的坐姿 坐了下去 唯一的区别 只是先前他如搂腾入定 现在却睁大了眼睛 盯着高远 看着高远将一封信 随手地丢在桌上 而小心翼翼地打开另一封信 夜真心中不由未叹一声 高远丢在桌上的是国相的信 打开的却是夜京儿的那一封 孤夜对国相的借地 还仍然没有散去 夜京儿的信中 没有什么离别相思之意 反而尽是一些极为琐碎的小事 更像是在向高远回报这一顿时间 他的一举一动 所思所想 不过高远能从字里的行金 读出他的喜悦 信是这么写的 父亲回到狼牙 病了 瘦了 是自己在身前服侍 母亲正张罗着给他准备下衣 但他却更喜欢扶风 他亲自缝制的那两件 弟弟叶峰呢 现在已经可以骑在马上射线了 不过也跌得够呛 已经从马上调来好几次 要不是侍卫跟得紧 只怕会受更伤的严重啊 他一直嚷着要去你那里 跟着你去杀东湖人 不过被父亲骂了一番 说他来只会给你添乱 絮絮叨叨 竟然有十好几页 在最后的两页之前 夹着一朵干枯的梅花 我什么时候 才能看到南山的梅花呢 这是叶京儿最后的一句话 两手捏起那朵干色的白色梅花 高远笑了读完了叶京儿这一封信 这一刻 铁血的将军 心中只是充满着柔情蜜意 回去之后告诉京儿 我会带他去看 今年南山盛开的梅花 高远小心地将那朵干枯的梅花 放回信职之间 抬起头来对叶珍道 是 顾言 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叶珍大喜 高远画中的叶死 自然便会是在今年迎娶叶京儿 而要带着叶京儿 看今年南山的梅花 那婚期 自然会是在冬天之前 叶珍知道 现在这桩婚姻对于现在叶氏的重要性 从继承回到狼牙之后 叶氏便陷入到了困境之中 狼牙叶氏 现在就是一个怀揣巨额财富 却又没有丝毫自保之地的婴儿 在某些人的暗示之下 暗处的窥刺者正在露出他们的獠牙 张开的血盆大口 正准备撕扯这一块美味的肥肉 叶珍的眼光投向书案之上那一封信 高远善然一笑 拿起叶天南的那封信 这封信比叶京儿那一份薄了不少 本来随意看了几叶的高远 脸上却露出了凝重之色 信的内容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厚厚一叠信 内容却是在分析高远现在所出的位置 所面临的困境 以及有可能到来的各种暗算 有些是高远想到的 有些还模糊不清 但还有许多是高远根本就没有想到的 不知不觉中 他竟坐直了身子 这封信看了时间很长 因为高远需要思考其中的内容 终于 高远放下手里的信封 叶天南终究还是叶天南 在很多方面 自己与他还有太大的差距 回去之后 替我谢向远 痛着叶真点点头 高远说道 叶真微微汗手 向远本是孤叶的岳父 李家人 赫莱谢子 高远大笑起来 直到现在 他仍然无法将叶天南 与自己的岳父联系起来 虽然两个人就是一个人 但在高远的心里 却始终无法将他们画上等号 狼牙军现在很困难吗 高远问道 是 叶真坦然说 狼牙军土地肥沃 人口密集 是大爷最为富饶的地方 但现在的夜市 却没有自保之力 自然会有不少的恶狼 闻风而来 更何况 这些人的背后 还有人指使 回去之后 告诉向远 刘夕不必担心 而何坚军不久之前 我刚刚全见他们一支 三千人的精锐部队 如果这些临破者 也有何坚的话 他们只不过是 色力类人而已 什么 叶真瞪大了眼睛 歼灭一支三千人的部队 不是一件小事 但却没有丝毫的风声传出来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在我返回 浮风的过程之中 何坚军利用 扫荡草原匈奴的机会 施则杖是奉命在寻找我 我们撞上了 然后 我杀光了他 高远轻描淡写地说 叶真的脸上 写满了崇敬之色 那个时候 高远正在逃命 居然能在逃命的过程中 还打了这样一个大声仗 虽然想不出 高远是如何做到 但高远既然说了 自然不会是假的 这太好了 叶真兴奋地说 在这里休息两天 明天曹天成会来找你 他是我的军司马 也是我最信任的人 关于婚事的事情 你可以与他商量 具体的日期 你也与他商量 因为从明天我就要出发 去牛兰山大营 着手整边军队事宜 不会留在浮风 是 古言 叶真 重重地点点头 回去之后 告诉相爷 不管他有千条诡计 我自有一定之规 高远伸手拍拍桌上 叶天的那封信 不过仍请你转告我的信意 这封信让我长了不少的见识 高远自家知道自家的事 不论是前生还是今世 自己都是处在一个 较低的层次之上 对于那些高层面战斗 他还是缺少经验 不过以后不回来 因为有了叶天南 这样一个丈人 这位可是玩政治的高手 天上明月皎洁 淡淡地清洒着白光 微风带来阵阵的清爽 将白日的热气 丝丝缕缕地带走 铁键绕着府里走了一圈 刚好听到二刚的帮子声响 府里都是老兵 其实铁键不去巡视一遍 他们也不会懈怠 不过从福封老兵里头出来的人 每一个人都将军纪和职责 深深地唠嗑在心里 铁键是老兵之中 出类拔萃的人物 在这一方面 更是极为自律 任何一点小的疏漏 都有可能酿成大的灾难 千里长堤 溃于乙穴 这便是高远成功地灌输 给这些老兵们的理念 最初的一批浮风老兵 初开战死的 或重伤退伍的 上在部队上的 全都成了军官 成了高远掌控 这支部队最大的保障 也正是因为这批老兵 高远的这些理念 正在一点一滴地 融入到每个士兵的心中 一支强大的军队 不是短时间内能成型的 除了勇敢之外 他还应当具有与众不同的 专属于自己的特殊气质 说直白一点 那就是军魂 这东西如果说起来虚无缥缈 但它的的确确是存在的 高远很清楚这一点 但他更清楚 想要一支军队 拥有自己的军魂 不是短时间内能做到的 这只能通过时间来积累 一点一滴 水滴石川 急是急不出来的 秦国军队便拥有这样的 独特的气质 在从渝阳到继承的那段路上 高远陪伴着周渊 因而知道了许多关于 秦军与匈奴 与赵军作战的情报 很多细节让高远悚然动怒 这些源源不断地 汇集起来的东西 让高远清楚地感受到了 这支军队与燕国军队的不同 这也很清楚地说明了 为什么秦军能够以一国之力 便让中原其他六国战战兢兢 文秦色变 如果要说地域的宽广 人盯的众多 但是一个赵国比秦国就强上一届 更谎论中原六国何力了 从最小的事情做起 至少现在高远已经让军纪 深入每一个人属下的内心 走出大门 看了一眼两边速然挺立的卫兵之后 铁炫满意地点点头 转身正欲走进府内 刚刚跨出一步 便看见高远一身便服 正向着大门走来 将军 您出来查哨啊 铁炫小跑着迎了上去 这些事现在有我们就行了 您放心 没有人敢携带的 查哨这些事 以前高远是经常干的 铁炫可忘不了 当初高远刚刚上任的时候 可是把他们操练得愈先愈死啊 多次夜里突然袭齐茶哨 一旦让他抓住不用心的 第二天的训练便会加倍 经过高远的这些折磨 像铁炫这样的老人 根本就不敢在这些事情上 哪怕是松懈一点 说不定哪天将军心血来潮 又来这一遭呢 高远摇摇头说 牛女和丁卫在 我很放心 那 那您这是要 铁炫眼睛一跳 这才注意到高远的这身打扮 是准备出门的 我出去转转 高远随意地说 睡不着 出去走一走 铁炫正了一正 赶紧说道 将军要出去啊 那我马上叫护卫 我陪着将军一块去 要护卫干什么 这是哪里 是浮风 是我的老巢 难不成在这里 也会有人对我不利吗 铁炫摇头 继承仪式对他的刺激极大 哪怕是在浮风 他也不放心 不行 将军 你要去哪里 我先派人去那个地方警戒 而且 我还必须陪着您去 高远转头盯着铁炫 铁炫 你想违背我的命令吗 铁炫一正 连连摇头 很好 现在我要出去 你 守好将军府就可以了 你要赶跟来 明天我就将你调出将军府 让你回部队去 丢下这句话 高远转身 扬长而去 铁炫看着高远离去的背影 眼睛眨巴了几下 突然便把腿向着厢房奔去 将军不许自己去 可没有不许定位去啊 不许护卫伴随 可没有说不许护卫远远的跟着呀 高远一个人走在浮风的街道之上 整个城里 除了少数几个地方 早已是灯火尽灭 这个边陲的小城 可不是继承那等大都市可比 在继承的某些地方 此时正是最热闹的 而是浮风 这个时间却已是完全的陷入了沉寂 高远睡不着 是因为叶真今天来了 叶真到来 使得高远确认 自己迎娶叶京儿 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当初京儿那一句 带我长发齐腰时 君来娶我可好 给自己许下了十年时间 如今不过一年 自己便做到这一点 曾经为京儿那一句话 自己声名远扬 现在自己声名更盛 但却是自己用努力换来的 自己与京儿 虽然是历经波澜 但终究有一个 圆满的结局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懒人听书原创录制的小说 《我为王》 作者 枪手一号 播讲 百里图图 断根 高原很高兴 回到福峰 他还从来没有回过 以前自己那间宅子 而今天 现在他要回去了 这一刻的欢乐 他不愿意有人与他分享 他要独自去享受 这一刻的欢乐与幸福 终于站在了自己 曾经住了几年的家门口 曹天次贴上了封条 已经褪去了本来的颜色 上面的字迹 他已经模糊不清了 看着那两张 封住大门的封条 高原微微一笑 伸出手去 哗啦一声 撕去了封条 伸手抓住挂锁 用力一扭 当了一声 已是将锁扭断 大门吱压一声 缓缓地在高原面前敞开 深深吸了一口气 高原踏进家门 从封上这扇门开始 到现在刚好十个月 自己便回来了 看着高原消失在大门口 引在街道拐角处的丁卫 这才闪身而出 伸手一挥 十数名卫士 鱼管而出 守在了院墙之外 丁卫走到门口 想了想 却又退了回来 与那些卫士一样 将自己隐身在黑暗之中 火折子晃动 一缕幽蓝的火苗 在纸间燃起 灯被点燃了 举着油灯 高原从大厅一步步 走到夜精儿前的门房 与他离去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 只是所有的东西上面 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高原举起油灯 看着墙上那挂着的 大红的洗服 缓缓地走到坑前 伸手轻轻抚摸着这两件 夜精儿 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嫁衣 府地之外 阴影之中的卫士 看着屋内 昏暗的油灯之下 忙碌的身影 疑惑地看着丁卫 丁统 将军在做什么呢 好像 好像在打草屋里 丁卫也不敢确定 回望身边的卫士 借着皎洁的月光 看到的是卫士们 脸上满脸的不解 高原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大堂的门口 哗啦一声 一盆水泼了出来 随即他们又看到 硬在窗上的人影 开始忙东忙西 这一次他们确认了 他们的将军 的确在亲自打扫屋内的清洁 丁总领 要不要我们去帮助将军啊 卫士小心地问道 不 丁卫想了想 摇头说 我想 这个时候 将军不希望 有任何人来打扰他 高远汉流浃背 身上的衣裳 已经被汉浸湿 但他的脸上 却带着欢喜的笑容 房间里 正在他的努力之下 一点点的恢复原样 那些熟悉的家具 正随着一盆盆的脏水 和舞动的调色 露出了他们本来的面目 穿行在一间间的房屋之中 高远是挥汗如雨 时间一点一滴流逝 这间风尘十个月的房间 再一次开始 焕发生机 刺更时分 丁卫看到高远出现在院子里 肩上扛着一把大扫帚 屋子里的问题已经解决 现在轮到院子里 看着赤裸的上身露出 精壮肌肉的高远 挥动着扫帚 丁卫突然觉得眼眶有些发酸 他缩回到了树后 情不自禁地揉了揉鼻子 去年下的第一场雪的时候 丁卫也是在南山之下 挺立的一夜的士兵之一 天色威名 南城的老兵营里 响起了悠扬的号角之声 那是新兵们开始进行 猎行的早课了 南城军营随着居里关 与牛兰山大营的兴起 已经变成了 扶风新兵的集训地点 每天这个时刻 号角便会准时的响起 扶风人在这数年之中 早已习惯了随着号角之声 起床劳作 而在院子里的高远 他的清洁工作 也进行到了尾声 正猫着腰将一大堆垃圾 扫进斗巴里 看着天色 丁卫松了一口气 挥挥手 准备带着卫兵们 悄然离去 街道尽头 突然响起了脚步声 兵卫猛地挺直身子 转头看向街道尽头 周边的卫士几乎在同时 将自己隐藏起来 一个背着包裹的男子 一边撕下张望 一边沿着街道 向这边走来 应当是这里了 走过来的男子 嘴里滴滴地咕唠着 他的目光 所及之处 正是高远的家 看到对方的目光 所落之处 丁卫做了一个手势 两名卫士 从男子背后闪身而出 闪电般地 将他扑倒在地 不等对方有任何反应 扭臂锁喉 无嘴压腿 将男子死死压在地上 又有几名卫士 闪身而出 挤人和力 悄无声息地 将这个男子 从大门前 拖到了拐角之处 被拖到拐角处的 俘虏想要挣扎 但在这些护卫铁钳般的 大手之下 根本连动弹一下都难 喉咙被饿着 嘴被堵着 满面仗的是通红 俘虏的个子不高 身体也不特别壮实 在这些彪形大汉手中 宛如一桶小鸡一样 落在老鹰手中 除了喘气 基本就不能有其他动作 天边曙光见现 丁卫走到俘虏身前 下巴抬了一抬 一名护卫揪住俘虏的头发 向上一拉 将对方的面目 完全崭新在丁卫的面前 看着这个落入自己手中的家伙 丁卫不由一正 此人大约五十上下年纪 消瘦了脸颊 花白的山羊胡子 看着挺眼熟 但当时在哪里见过 你是谁 叫什么名字 从哪里来的 压低了声音 丁卫连珠炮一般的问着 俘虏瞪大眼睛盯着丁卫 嘴底呜呜的叫着 丁卫这才想起来 对面这家伙嘴底 还塞着一块帕子 一伸手将鞋拉了出来 俘虏立刻张开大嘴 一边咳嗽 一边断断续续的说 我们见过 我不是坏员 我们好像的确在哪儿见过 你叫什么名字 我们在哪里见过 俘虏的脸又红了 吱吱呜呜一会儿 看着丁卫的神情 已明显不耐烦起来 这才扭扭扭捏捏的说 这位兄弟 你还记得吕梁山吗 在那儿 我陪你们从山上抬下来的 丁卫惊讶了张大的嘴巴 死死盯着对方打练了半赏 这才从脑海里 将这个人的形象抓了出来 啊 你与那个姓姜的是一伙的 你叫 叫叫叫叫什么来着 在下 蒋家全 以前是俞阳俊大公子 江新亮的谋士 不过现在已经不在那儿了 我离开了俞阳 想不到眼前这个家伙 居然还记得自己 蒋家全顿时大喜 话音未了 丁卫已是怒目原睁 踏前一步 胳膊肘一横 将蒋家全死死盯在山后的墙上 手腕一番 寒光闪闪的尖刀 顶在对方的胸膛之上 在吕梁山暗算我家将军不成 居然还赶到了扶风来 这一次是想行刺吗 隔着一山 蒋家全也能感受到 历刃破腹而入的寒意 看着丁卫满脸的杀气 他苦笑了一声 这位兄弟 你瞧我 是一个能当刺客的料吗 看着对方那瘦小的身材 感受着对方那松软无力的肌肉 丁卫吐出一口气 只不过是一个手抚击之力的老家伙 别说行刺了 给他一把刀 他也不见得能砍死人呢 说 你鬼鬼祟祟的潜入我们扶风 想做什么 老实一点 别耍花样 不然我敢保证你死得很惨 这里可不是于阳俊了 而是我们扶风啊 丁卫后退了一步 收起了短刀 我是来投奔高将军的 蒋家全语出惊人 这话一出 倒是将丁卫给吓了一跳 投奔我家将军 你倒胆大 就不怕我们将你宰了 你可别忘了啊 你在吕梁山暗算过我们 高将军 岂是这样小度鸡肠的人呢 蒋家全昂起了头 那时我们各位七主 现在我已经离开了僵尸 与他们再无瓜葛 如果高将军记着旧恨 当真杀了我 我也只能当成自己瞎了眼睛 死了也没有什么话说 丁卫哈哈的笑起来 像你这样手无腹肌之力的家伙 也想跟着我家将军 将军要你何用啊 白养着你吗 将军回想 哪一个不是铁骨铮铮的英雄好汉 蒋家全冷笑 你懂什么呀 高将军如果只想待在这个小小的偏侠之地 当土皇帝 有你们倒也够了 但想要做一番大事业 光靠一帮武夫能成什么大事啊 运筹帷幄之中 绝胜千里之外 你懂吗 丁卫冷笑 老子不懂这些 但老子知道 一刀子下去 你这个运筹帷幄的家伙 便得去见阎王了 看着丁卫脸露凶光 蒋家全不由脸都摆了 数字不足羽毛 你带我去见高将军 我家将军可没空见你这个老家伙 呸 丁卫呸了一口 将他托货卷 交给曹司长 看着这家伙到底倒什么鬼 我还不相信他进了军法司 嘴还是这么硬 两名卫士拖着蒋家全 郑宇离去 一名卫士突然低声说 同龄 将军出来了 我们要不要出去 丁卫摇摇头 不必 倚在墙角 看着高远满身尘土 但却笑容满面地走出了院子 院门关上 高远背着双手 哼着一首不知名的曲子 走下了门前的台阶 卫士们的眼光都转向了高远 却忽略了手里的蒋家全 此时的他虽然被死死地按在墙上 但一张嘴却是可以自由活动了 看着不远处的高远 蒋家全知道 要是自己不能走到高远面前 落到这群粗汉手中 只怕真的要死得不明不白了 他嘴里那个曹司长 一听就是一个不善的人 深深吸了一口气 蒋家全张开大嘴 高将军 他高声吼了起来 听到蒋家全的喊声 丁卫心叫一声 坏了 猛地转头对着两名 看守蒋家全的卫士 怒目而视 而那两个人 则也立刻手忙脚乱地 去捂住俘虏的嘴巴 高远的脚步 漠然地停下 缓缓地转过身来 看向丁卫等人藏身的地方 丁卫善笑着闪身而出 攻身行礼 将军来了多大会儿了 看着丁卫 高远似笑非笑 丁卫黑黑笑地说 昨晚将军来的时候 我们便来了 不过不敢来打扰将军 算你懂事 高远笑了一笑 昨天晚上 他的确不想有任何人来打扰他 刚刚是谁在喊 丁卫回望向拐角 被摁住的蒋家全 正像一条蛇一样扭来扭去 满眼都是祈求之色 他知道这是瞒不住的 小跑到高远面前说 将军 我们抓住了一个探子 是老熟人了 就是在吕梁山上 被我们抓住 当成野猪一般 抬起来的那个老东西 蒋家全 蒋家全 高远仗了一下 脑子里闪过 那个老头的形象 他怎么跑到 咱们扶风来了 这个人来当探子 不大可能吧 提着已经变了颜色 走一步就速速往下掉灰的外袍 高远向着拐角处走去 来 快押过来 丁卫赶紧挥手好当 几名卫士扭着蒋家全 从拐角处走了出来 高将军 高将军 看到了高远 蒋家全大叫起来 看着瘦瘦弱弱的老头 被摁成虾米一般 却还努力抬着脑袋 看着自己 高远不游乐了 白白手说 松手松手 这位是饱读师书的书上 可经不起你们这等手剑 卫士松开蒋家全 手却扶上了刀柄 在这个距离之上 但凡蒋家全稍有异动 他们便有十足的把握 一刀并将他干掉 蒋先生 幸会啊 你怎么到我这个穷地方来了 高远微笑着 脑子里却在飞速地转动着 撕存着这件事 是不是与僵士有什么关系 蒋家全揉着手腕 那里已经被那些粗鲁的家伙 扼住了几道紫色的印象 稍微一碰 便是钻心的他 我 我早就来了 蒋家全的回答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当将军夺下全城固守的时候 我便辞别了江大公子 一路向扶风而来 高远眼珠一转 看着蒋家全 我倒当时 江心亮那小子 怎么来得这么快 原来这其中 有先生的功劳 蒋家全叹了一口气 蒋家全叹了一口气 蒋大公子 其实并不笨 只不过缺少些极端而已 临走之时 我也只是提醒他一下而已 先生的这一提醒 确实救了高远一命呢 高远笑盈盈的拱手 高远这里谢过了 蒋家全摇摇头 不敢贪天之功 江大公子不去 谭风也会赶到 总之 高将军虽有惊 却无险 那蒋先生 怎么来到了福封啊 因为我算计高将军 这戏没有成功 回头又驻 江大公子 坏了将军手的美事 如果还不走 将军手岂不收拾我 起初来福封 不过是想看看 是什么样的地方 养出了将军 这样的人才 到了福封之后 我听了福封人 又对将军的交口称赞 又特意取了距离官 还随着商队 去过牛兰山大营 这一看 我却是不想走了 蒋家全笑道 高远微笑不语 可随后不久 我便听到了继承大火 将军遇刺的消息 心到将军必然是死了 果然是天度英才呀 心灰意冷之下 打点行装离开福封 不过 还没有走到辽西城 便听说将军 居然神奇回到了福封 立马便又跑了回来 高将军 我 我是来投奔你的 投奔我 高远笑道 蒋先生 将军守那等地方 你都走了 我这个小弟 哪里值得你如此看重啊 良情责目而息 良辰 责主而是 蒋家全摇头说 我在江市那里 不过是混口饭吃 他们也就那样了 而我来到福封 投奔将军 却只想辅佐将军 做一番事业 眼下将军地盘虽小 但却如龙困浅滩 鸟居下屋 一旦打开这道桎梏 必然是一飞冲天 先生 既然如此看好我呀 本来只是好奇而已 所以跑到了福封 但这一来却是让我知道 我终于找到一个 值得我完全付出的名主 蒋家全神色很是素 看着蒋家全的模样 一边的丁卫 吃着一声笑 将军 别给这个骗子给蒙了 他要是真有才 那个江新亮 怎么会被我们逮着 还有这一次 咱们再渔阳 让那个什么 江什么俊守的家伙 连连吃屁 我看这个老家伙 是被老东家给开了 跑了咱们这来混过饭吃 听着丁卫讥讽的笑语 蒋家全却是神色 丝毫不为之所动 君则明臣 臣义则主 我今年五十又罢了 原本在江市那里 也就是混口饭吃 不瞒这位兄弟 蒋某虽然不才 这些年却也是攒下不少家当 当个富家翁 一养天年 那是一点问题没有 不过 他转头看着高远 能臣时时有 明主 则难逢啊 到了福凤一听二看 三思之下 我这本来已经古井不波的心 却又有了一些期待 所以 老奴 想赌一次 高远听后是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老先生 当真是看得起我呀 只不过老先生 既然胸怀惊天伟地之才 这天下七国 哪里不能让你一展雄才呢 蒋家全 展颜一笑 中原六国的治国理念 与我是格格不入啊 所以在这里 我只能是混口饭吃 高远敏锐地听出对方 所说的中原六国 那秦国呢 老先生为何不去秦国 秦国 已经有了李如了 蒋家全摇头说 高远确实感到奇怪 据我所知啊 李如 李老先生 游礼天下 从未入朝为官 秦国与李如先生 有何瓜葛 蒋家全呵呵一笑 李如的确 从未入朝为官 但是秦国当代王上秦武列王 却是李如最为得意的弟子 而秦国当朝执政的官员 几乎所有重要职位 都被李如的弟子们所拔持 李如虽不作官 却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秦国 高远恶然不已 这件事情 他倒是第一次听说 李如游礼天下 守精英为弟子 高将军或许不知 秦廷现在极多职位 并不是在秦人所担当 而是来自天下各国 这些人虽然出身 来历都不一样 但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都是李如的弟子啊 与秦武列王师出同门 秉承同一个理念 信奉同一派学术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懒人听书原创录制的小说 我为王 作者 枪手一号 播讲 百里图图 断根 第186集 蒋家全脸上掩饰不住的现眼之色 数十年过去 我与李如因理念不同 分道扬镳 数十年过去 我蹉跎岁月 他却已是名满天下 更是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我本已经认输了 却不想高将军自天而降 或许 我还有希望与他 做最后一次竞争 你认得李如 高远追问道 何止认得 蒋家全抬头 看着天边正缓缓升起的交扬 我和他 本来是处同门 此话一出 高远顿时瞪大了眼睛 李如之名 传之天下 陆红之子陆超 便是李如的关门弟子 可是他万万想不到 眼前这个有过一面之缘 而且在自己面前 狼狈无比的蒋家全 竟然会是李如的同门 眼前这个有些狼狈的老头 在高远心中的重要性 顿时便高了几个档次 先生 我们进屋台 高远发出了邀请 蒋家全走进高远 刚刚打走清爽的院子 左右张望了一下说 这就是高将军以前的居所 是 高远点头笑道 我以前一直住在这里 老先生 怎么这么早就到这了 还被他们给捉住了 蒋家全顿时满脸晦气 我自知以前得罪过将军 所以到了福峰 便也不敢上门求见了 要是落在将军 麾下那些当兵的手中 说不定还没有见到将军 就被他们收拾了 想着这里是将军的故居 与那位姑娘有关系颇深 将军必然会回来看看 所以便在左近租住了一间房子 每日都会来这里候着 倒是想着可以碰见将军 可是没有想到 还是落在他们手里了 蒋家全连连摇头 本来是因为我得罪过将军 所以上天要给我这个惩罚吧 抚摸着手腕 那里仍然在隐隐作痛 先生 坐吧 指着指院子一角的 十桌十凳 高远说道 两人对面而坐 高远思挫了片刻 先生当初与李如先生 是为何会产生分歧的 当初我与他 学成出师之日 他已游历天下 则应财而交致 我却认为 应当选民主而迟迟 将我派学说 发扬光大 谁也说服不了谁啊 便就此分开 各行其事 想不到数十年后 他已是名满天下 我却一事无成 这张笔试呢 我自然就输了 蒋家全满面苦涩 高远笑道 先生有这样一个 明满天下的师兄弟 想一盏宏图还不简单 蒋家全勃然变色 我已是输了 岂有再接他的名头的道理 高远看着对方 这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物 他与李如师出通文 所学自然相同 想着秦国现在 所实施的政治理念 他心中已是有了一点点 想不到自己竟然无意之中 捡到了一个宝 李如的学说 能够强大一个国家 那此人的才学 自然是不会差的 这样的人物 因为心灰意冷 而自我放弃 默默无闻地 当一个混之等死的谋士 想不到自己竟然能够 让他再一次燃起雄心 想来也觉得有些得意 每一个时代 必然有他所示意的政治理念 高远虽然来自一个 高度文明的时代 但他从来不认为 那个时代所奉行的政治理念 能够适应他现在 所生活的事情 文明是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 假如现在自己一门心思 来搞自己前生那一逃 别说行不通 只怕三两下之后 手下便会跑光 自己连命都保不住 我能请教先生的学说吗 高远微笑地说 蒋家全精神一振 这便是要考教他了吧 他深吸一口气 抚平内心的些许激动 开始整理自己的思路 从他了解之中 高远虽然从小家境不错 但并没有读过多少书 说得深了 他还怕眼前这位将军 听不明白 而说得浅了呢 却又显得没有学问 让高远瞧不起自己 这位将军虽然读书 读的不多 但见识并不差 站在门外的丁卫 看着那蒋家老头 竟然与将军言谈甚欢 这才没谈多大会 便只剩那老头说 将军居然只剩听的分了 而且听的过程之中 还频频点头 心中不由一击 将军别让这个老骗子 给蒙过去 伸手招了一名护卫 曲家具复 看看曹司马在不在那 请曹司马过来 对了 你 你去请吴贤令 这个老骗子是个书生 吴贤令也是读书人 让他来揭穿这个老骗子的勾当 两名卫士匆匆而去 丁卫却又从门边探出头来 得意的笑道 你个老骗子 等会儿便让你好看 院子里 高原已经确认了 这蒋家权与李如都是 法家学派传人 蒋家权刚刚所述的这一派 治国理念 赫然便是他生前所了解的 法家思想 只不过 法家学派的极大成者 乃是韩非子 这个时代 他却根本没有听过 这个人的名字 先生认为 治国当以法为本 以法治国 以术欲臣 以示灵人 并经三者结合起来 使其成为一个 不可分割的整体 高远对蒋家权 刚刚滔滔不绝的大篇论述 做了一个刚领性的总结 听着高远提刚直领的总结 蒋家权啊了一声 看着高远 确实有些发呆了 但转瞬之间 却又是欣喜若狂 高将军 我经言数十年 才得出这三条纲铃 你居然能脱口而出 听着这话 高远确实有些不好意思 自己这只不过是 巧取别人的成果而已 他连连摇头 非也非也 其实先生在刚刚的论述里面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将军认为可行否 蒋家权有些紧张地看着高远 先前他怕高远听不懂 现在他却怕高远因为太懂 而拒绝他 这数十年来 他的这套学说 可是碰了不少臂啊 那些大贵族 根本不愿意放弃 他们的特权 高远没有直接回答他 反而又问了他一个问题 那先生认为 想要实施你们这一派的学说 便要强国弱民 致民于贫穷困弱之中 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 使民能从令如流 克己之难 以赴更战 蒋家权呆呆地看着高远 考教权 你研究过我们这一派的学说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先生不要管我怎么知道的 我只想问 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你是从李如那里知道这些的 你见过李如 我没有见过李如 不过我有一位兄长 却是师从李如 高远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蒋家权点头道 啊 原来如此 不错 我们这一派的学说 的确这样认为 不过现在的我 却有了不同的看法 李如现在在秦国推行的 却正是这一套 先生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依丙足而知荣辱 想要真正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 不仅要富国 亦要强民 不能将强国与富民对立起来 近二十年来 我放弃了与李如的竞争 转而去深究本派学说之中存在的问题 找出了本派学说之中致命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现在在秦国已经开始体现 富国 若民 这样是不能持久的 例如现在这一套 富的是国 强的是兵 但民呢 却没有从中得力 短时间内 或许能让一个国家 强盛起来 但时间一长啊 必然会出问题啊 那先生现在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高远追问道 依法治国 以人为本 蒋家全吐出了这八个字 听着这铿锵有力的八个字 高远先是一正 接着几乎是要喝出彩来 恨不得给蒋家全用力的鼓掌 他是真想不到 现在这个时代 居然还有人能说出以人为本的话 要知道 现在可是连奴隶都没有完全被取缔的时代呀 先生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征东将军 手下就这点人马 偏举一方 自保尚且吃力呢 何来能实施先生这一套学说呀 高远缓缓摇头 天下即将大乱 如果是太平年节 以将军献在实力 想要实现我的理念 的确不大可能 但乱世出枭雄 我却很看好将军的 何来乱世一说 虽然各国之间战事不断 但基本上还是一个胶筑之事 高远叫道 将军 这是在考教我吗 蒋家卷斧着山羊胡子 匈奴被灭 代表着乱世的开端 秦军铁蹄 东来 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秦国一动 天下 便将大乱 秦国首先 对手 乃是赵国 赵国这一次虽然受挫 但实力有存呢 赵木仍在 秦人只怕没有那么容易吧 飞爷 蒋家全手指轻轻敲着石桌 这一次 秦人和冰封 第一个对准的不是赵国 而是 寒卫 寒卫 高远疑惑于蒋家全的结论 秦人若出寒谷关 则中原六国便可以再行合中 六国联合 实力绝不是秦国能抵挡得住的 合中 难以成功 蒋家全断然道 现在燕人在想人吗 在想着击败东湖 收复辽东的大片土地 歼灭东湖成了燕人 争霸天下的必有之路 现在的燕国 绝不会轻易同意联兵抗秦 而赵国呢 这一次大战 他们在两线都吃了大亏啊 现在正积蓄力量 图谋东山载起 如果秦人这一次的兵风 是对准寒卫 照人所想必然会是先由韩卫来消耗秦军力量 然后他们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至于楚人虽有实力 但楚王上治君下智庶民 无不厌战 除非有切腹之痛 他们对合中也不会感兴趣 更何况秦人在攻韩卫之时 定然会有针对性的政策 对付楚国 这么说来 韩卫这一次再劫难逃 这要看秦军怎么想了 不过依我看来啊 这一次秦人出击 必然只会重创韩卫主力之后 索要两国拒秦的重要关卡 然后咽其息骨 以此来迷惑中原六国 否则 以现在秦国的实力 吞并韩卫倒不成问题 但拿下韩卫之后 赵楚必然会感到不安的 最秦人会以温水煮青蛙一般 徐徐徐之 一次次的削弱对手的实力 同时慢慢的积蓄自己的力量 当他们吞并韩卫之时 便是大举进攻之日 而现在他们还是不会这么做的 高远沉吟道 不错 赵国现在内部也不宁静 秦国如果逼得太甚 反而会起反效果 而如果给赵国一定的时间 赵国内部自己就说不定会起动乱 谁能说得定呢 赵军与公子兰之间一直都有心病 秦国必然会利用这一点的 我们有多少时间 高远将话题转回到自己身上 至少五年 最多十年 蒋家全给出了一个时间表 这么说 我还有充足的时间来对付东湖人 高远眯起了眼睛 有五到十年时间 足够我击败东湖了 看着高远 蒋家全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神色 将军是这样想的吗 怎么了 我这样想法有问题吗 拿下东湖 辽东自在我手 以战养战 以战争之中不断的成长 先拥有足够的实力 我才有帮着先生实现理想的基础啊 高远笑道 蒋家全连连摇头 如果将军是这样想的 那我只怕是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这话怎么说 高远有些不解 将军 你现在认为自己的处境如何 蒋家全单刀直入 镜子提出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高远皱起了眉头 如果说我的处境 当真是不太好的 他为周渊与一时大夫宁则成两人 都视我如仇敌 我一恨不能杀他们而甘心 虽然如此 但我们也不是没有有利条件的 其一 辽西郡守张守约是鼎力支持我的 而且我马上便要与京儿成婚了 叶将也表态将全力支持我 所以我将有一个稳固的后方 听到高远即将成婚 蒋家全不由笑起来 待我长发起腰 君来娶我可好 将军与叶小姐两人好事多磨呀 不过有情人忠诚建树 倒是可喜可贺 叶向为周宁二人暗算 失事被逐出继承 狼牙倒的确会成为将军稳固的后盾 但这中间可是搁了一个辽西郡呢 辽西郡张守约 一笑是大力支持我的 高远强调的 岂能将自己的安全 建立在这样一个盟友身上呢 蒋家全连连摇头 将军想过没有 一旦辽西郡有变呢 失去了辽西郡 狼牙又被隔绝在外 那将军这军队的后勤补给 该怎么办呢 紧靠着扶风赤马两地 辽西郡应当不会出问题 高远信心满满地说 现在张俊守是大力支持我 而且未在着手张俊守之后的事情 支持张书宝 先生倒是好耳末 这在辽西时尽人皆知啊 蒋家全不以为然的挥了挥手 将军如此有把握 高远点了点头 现在辽西书宝已经占据了上风 现在有了我的支持 不敢保证 在张守约和张书宝两代 辽西郡主守中 对我的支持不会稍减 因为我们是一容俱容 一辱俱辱的关系 将军没有考虑过 张军宝掌权的可能性吗 蒋家全笑了笑 有我在 张军宝掌权便无可能 高远自信地说 我相信张军守现在也看到这个趋势 例如有外力介入呢 蒋家全目光闪动 将军没有考虑这个可能 外力介入 蒋家全叹了一口气 哎呀 将军哪 非是我危言耸停 太尉周渊宇 御是大夫宁则成 都是大燕 劫出人物之中的佼佼者 继承一事 两人借由将军之事 搬到国相叶天南 于他们而言 这只不过是一剑双雕而已 而且他们的主要目标 对准的是国相叶天南 而你呢 只不过是他们借用的一个工具而已 但仅此事过后 国相已到 将军竟然能脱困而出 可以说 以后将军将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但将军回归军中 便如同龙归大海 想要再投您 并对从长计议啊 那么辽西郡便成为了争夺的重点 我敢肯定 他们的介入点肯定是辽西 掌握辽西 便掌握了将军的命脉 高远默然 他的确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有辽西郡的支持 而狼牙郡则将铁定成为自己的后院 有了这两大军的支持 对东湖的战争 他也有十分的信心 但现在经过蒋家全这么一说 他忽然觉得自己的信心 都建立在沙堆之上 如有洪水肆虐 必将土崩瓦解 而且即便这两军一直都是将军的后盾 难道周渊与宁则成 会看着将军高歌猛进 一路征服辽东 让东湖沉服才将军脚下 蒋家全并没有放弃一而再 再而三的打击高远 将军 你进军东湖是板上钉钉的事 因为您是郑东将军 您渴望在征服东湖的过程中 同时壮大自己的实力 但恕我直言 您能想到这事情 难道周渊宁则成就不会想到吗 他们会眼睁睁地看着将军 您一步步地成长为 他们一个恐怖的敌人吗 那他们会怎么做 高远的语气已经有些色然 他们会以朝廷的名义 督促将军进攻东湖 而正也是将军您本来的意思 他们甚至会在战场出击 跟您拨复一定的军资军械 然后等到您即将打工告成的时候 跑出来摘桃子 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将军 当您击败东湖主力的时候 却发现朝廷突然大军出动的话 您会有什么感想 拒绝 那这支大军将会是击败您的主力 接受 您的成果将会成为他们的战功啊 蒋家全的语气之中 没有丝毫的感情 只是在陈述 一种可能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懒人听书原创录制的小说 我为王 作者 枪手一号 不过将百里图图 断根 第一百八十七集 高远抬起头 看着远处缓缓升起的焦阳 如果真如您所说那样 我便一直驱在浮风 不向东湖进军 不 不向东湖进军 您怎么扩展实力呢 蒋家全窄言一笑 进攻东湖 击败东湖 的确有我上面所说的那些可能 但这也是 您扩展实力的最佳时机啊 要知道 东湖占据着广袤的土地 巴占着无数的奴隶平民 这些 都是您增加实力的机会 高远一下子烦躁起来 行与不行 都从你嘴里说出来了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将军 狡兔三枯啊 浮风是您的大本营 我想请问 你另两个哭在哪呢 蒋家全悠悠地问道 高远顿时呆住了 浮风就是他的家呀 他的老巢 如果失去浮风 他就失去一切 离开了浮风 他将如同泥水的鱼儿 将无法再次呼吸 是啊 狡兔三枯 自己的后路 在哪里呢 我的后路 在哪里 他看着蒋家全 轻声地问道 随手从头顶之上 折断一根伸过来的树枝 在地上随意地勾勒出一些 外人看起来并不明其异的线条 但在高远眼中 却是代表着一幅清晰的地图 将军 就是这里 蒋家全手中的树枝 重重地在树根线条交汇的地方 戳了一个小洞 这个地方 应当是匈奴人的所控制 高远疑惑地看了一眼 蒋家全 我不是太熟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叫基石山 将军 您看到他所处的位置了没有 蒋家全脸蛋笑容 树枝在线条之上比较了几下 高远眼睛一亮 你别说 这基石山的位置还真特别 距离燕国赵国的边境距离相弱 刚好在骑兵一天的奔袭范围之内 不止如此 匈奴已是败了 秦人为了牵制赵国 设立了山南郡 这个基石山距离秦军的山南郡也不远 快马奔驰 只需要数日功夫 这里现在变成了一个结点 将军 握着这个地方将来您是进退自如 这三个势力还没有看到这一点 高远担心地问道 秦人刚刚设立山南郡 现在正忙着移民屯军 一边要铸城 一边要清扫山南郡内的匈奴游击 一个一无所有的军地 真正能发挥他的作用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现在的秦国山南郡 恐怕正自焦头乱额呢 目光一时注意不到这里 当然 如果让他缓过山来 说不定不会放过这个地儿 而赵国代郡 这一次被匈奴人 伸入境内数百里 损失惨重 现在正竭力恢复民生 同时又要防着秦人 哪里有空管这儿啊 而阎国则就是和监郡的阎郡手了 此人高将军认为 他有这等雄心和阎光吗 高远两掌一合笑了起来 也就是说 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恩赐 不错 将军 如果派出一匹人马 在这里扎下根来 等到秦人缓过神的时候 这里已经坚不可摧了 基石山不仅仅是位置重要 更重要的是它有水源 周边的发展空间 现在匈奴失败 向北更是有无尽的土地 可供将军经营 这些地方现在可是无主之地啊 高远笑了 这里可不是无主之地 这里是匈奴人的地方 匈奴已经不会成为 一支有影响的力量了 我听闻将军与匈奴赫兰部的关系 比较好啊 不仅仅是好 现在他们正待在局里关 我有心将他们纳入麾下 如此再好不过 蒋家全服务长而笑 如有荷兰部 则将军进驻 即时山时 可以尽量降低匈奴人的恶感 甚至还可以吸引他们为己用的 现在草原之上 匈奴人势力下降 能凑齐千奇以上人马的部落 亦是屈指可数 那些败落下来的小部落 那些散旗游泳 都可以为将军所用啊 从蒋家全手中拿过树枝 在鸡石山附近画了一个小圈 高远沉思道 如要经营鸡石山 我就要派出一支部队出去 而且最好是掩人耳目 但军队出击这么浩大的声势 是不可能蛮过有心人的 无妨 将军可以匈奴袭扰 需要扫荡这些溃兵 而为由派出人马 在鸡石山扎下根基 而接下来 将军的大婚 想来会吸引更多人的目光 而在大婚之后 将军便可高调宣布 将进军东湖 将军的称号 便是征东将军 出征东湖 自是题中应有之意 如此接二连三的大动作 定然让人目不暇接 谁还能注意到 您麾下一支 出征匈奴的小谷军队 还没有回来吗 先生倒是算无一策 居然连我的婚事 也成了可以利用的工具了 高远摇头笑道 一举两得耳 蒋家全心情甚好 他知道 高远已经完完全全 被自己说动了 东湖立国已久 根基深厚 出征东湖 不可能一蹴而就 将军不妨慢慢来 在出征东湖的时候 兵员调动 物资调动 都是名正言顺 借着这个机会 可以从容地经营基石山 也就是说 这个时间拖得越长越好了 不错 在您这里没有打出一个 大致的结果出来这山 我估摸着周太尉 是不会贸然兴京的 他是想要摘桃子 而不是去拼命 而且他更想接着将军 与东湖基斩 不断地削弱将军 刘西以及狼牙的实力 所以我们的时间 是很充足的 蒋家全说道 高远摸了摸鼻子 明正东湖 暗地里经营基石山 一点点地将我的根基 转移到基石山附近 不错啊 浮风赤马是燕过的 但基石山将是将军 您自己的 占据此地 经营此地 将来如果有事 则向西可入朝 向南可进烟 向北可以进攻 秦仁山南郡 万事不结的时候 还可以退入草原深处吗 虽是好地方 但也是自占之地啊 高远叹西岛 飞也 将来我们要特别 注意防守的 只是秦人而已 其他不值一提的 将军 我想这点信心 您还是有的吧 高远大笑着站了起来 双手抱拳 向着蒋家全一击 蒋先生 我征东府中 常使一职 一职虚位已悬 正等英才已补制 先生有意否 故所愿意 不敢轻而 蒋家全意识 长笑起身 抱拳向高远 一击到地 愿意风筑残年 鞠躬尽瘁 为将军谋 妙极 妙极 高远伸出手去 挽住蒋家全的手臂 请先生与我 共入征东府 两人把臂而出 刚刚踏出大门 却正好撞见 曹天成 与乌凯二人 高将军 两人一苟同声地 叫着高军 眼光却落在 蒋家全的身上 说起来 现在蒋家全 还真是有点狼狈 今儿个一大早 便被丁卫 摁在地上 吃了不少泥土 身上到处都是污垢 头发也是凌乱不堪 比一个叫花子 也好不到多少 你们两个 怎么跑到这来 高远吃惊地 看着两人 转念之间 又明白了什么 不由横眼扫了 一下丁卫 丁卫早已是 缩到一边 低头善笑不语 二位来得正好 我正要找你们呢 不等两位说话 高远已是开口 这位蒋家全 蒋老先生 从今天起 便是我征东府常识 以后大家可都是同僚 蒋家全微笑着 冲二人点头 蒋某出来乍到 还请曹大人 吴大人 多多关照啊 不敢不敢 两人抱拳还礼 脸上的笑容 却有些勉强 更多的 却是惊讶 蒋东府常使一职 从表面工作上来看 只是替蒋东将军 处理往来文书 但实则上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 可以说 这个位子 是除开 蒋东将军之外的 整个蒋东府的 第二号人物 这样的一个蒋家全 是何许人意 初来乍到 居然能登上这个位置 二人都没有听说过此 眼光不由地转向了丁卫 我们回去吧 二位还没有吃早饭吗 正好我们可以一起吃 要与二位 参详参详 高远笑着 对二人说道 见两人都是笑容硬的 又转头向丁卫 丁卫啊 我这院在后花园里 原来有个小笑场 把它改了吧 改成一个后花园 多多一一栽梅花过来 各种颜色都要 马上办 这个冬天 我又看到梅花 在我家后院战风 是 将军 丁卫苦着脸 心到这可真是 现实爆啊 转眼之间 将军可就派了一个 苦差事下来 小厅之内 四五样小菜 拾来个白面馒头 一人一碗小米粥 四人围坐在小桌前 曹天成与高远两人 一副军人做派 一口馒头一口粥 煎货夹点小菜 三五下就完事 而吴凯一直是养尊处优 比较注重养生 蒋家全亦是细节慢咽 有条不绪 高远与曹天成二人 已去一边喝茶 另外两个 还没有吃到一半呢 蒋军 这位是个什么来头啊 曹天成压低了声音问道 一来就身居高位 下面将领们只怕有些看法 高远白白手 谁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天成 不瞒你说 我可是捡到宝了 真是一个有才学的家伙 不过一直不得志罢了 将军确信 你可被被人骗了 说不定这人就是一个大忽悠 曹天成斜眼看了一眼 蒋家全 高远摇摇头说 不是 我就这么好骗吗 天成 你知道李如吗 李如 我当然知道 陆武将军的儿子 不就败在此人门下吗 听说是一个有大学问 极其了不起的家伙 曹天成点点头 这就对了 这位蒋先生与李如师出通门 询问不在他之下 只不过是阴差阳错 一直没有机会 一说心中之志罢了 曹天成顿时张大了嘴巴 这件事你知道就好了 不要跟外人说起 明白 明白 曹天成是连连点头 要是让外人知道他是李如的同门 还不得抢人吗 不过他要是自己说怎么办 他不屑于用李如的金色招牌来装点他的门面 反而他们两人心中 一直便圈有节地 两人一直努力想证明对方是错的 高远笑着说 蒋军 现在看起来这位蒋先生只怕是错了 没看李如已明满天下 他却默默无闻吗 曹天成说道 那可不见得呀 高远微微一笑 金子一拿在手里 你便知道他的价值 但玉呢 如果你不将他从完食之中挑出来 拨开外面的石皮 他就永远只能被包在里面 包在这个不起眼的石皮之内 不能成为一件宝贝 贺兰雄暴息坐在山丘之上 在他的左手边 是贺兰部族近千顶大仗 匈奴败落草原大乱之后 贺兰一族便尽数迁到了居里关附近 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 只是战士数量急剧减少 现在他们只能勉强凑起四百棋了 而更让贺兰雄伤心的是 匈奴的急剧衰落 前后不过一年时间 一个可以轻易聚集起十万铁骑的匈奴 已经是烟消云散 剩下的只是为了生存而赤裸裸地掠夺与杀害 这些天他派出去的少旗每天都会带来这样的消息 一个又一个的部族就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不仅仅是小部族 便连一些大部族也面临着窘境 与秦国一战 强大的部落损失更严重 平素能轻易聚集起的万旗的大部 现在能聚集起一两千骑就算不错 这样的大部 自然也就失去了更多的尊敬 虽然他们现在在草原上的实力仍然算强 但却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政治性的力量 以至于很多小部落也描上了他们 在生存的逼迫之下 一些小部落也前赴后继的对他们展开袭击 目的只是为了夺取一些牛羊粮食 正如秦国大将李信所预料的一般无二 在摧毁了匈奴王庭之后 草原之上失去了制约 所有的规计与约束都不再存在 匈奴人开始了最为残酷的自相残杀 实力进一步的降低 贺兰部虽然避过了这一场生死截杀 但贺兰雄却怎么也无法高兴起来 有的只是伤心失望与迷茫 贺兰部的前途在哪里呢 他这么点人马 如果现在进入草原 只怕转眼之间将什么也不会剩下 自赶穷途末路的贺兰雄 整日是借酒消愁 一仰脖子灌进一大口酒 贺兰雄转头看向自己右手方向 靠近居里关左右 一边是连绵不断的攻防 贺兰雄之道 那里便是高远的军工品生产基地 避章弄以及骑兵所用的连发弄 还有那些锋利的马刀 以及步兵所使用的末刀 这都是从那里生产出来的 原先浮风兵所使用的双手握刀 经过再一次的改良 两尺长刀锋的双面开刃 三尺长的刀把以百炼金刚打之而成 权重达约三十斤 高远将近命名为磨刀 贺兰雄见过浮风兵用这家伙劣阵而尽 展现出来的威力让他毛骨悚然 而在另一侧 则是一排排的仓房 里面全部装着各式各样的货物 而靠近这些仓房的便是一个个的商铺 随着居里观的兴起 这里的商铺已经不再仅仅是 浮风县赤马县的商人 整个辽西郡的不少商人 都在这里设立了分号 不过现在他们都没有生意可做了 草原之上的混乱情况 让所有商人都望而却步 没有人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现在往草原之上行商 绝对是人才两空的结局 这条商路的断绝 也使得贺兰雄失去了最为重要的一个财源 眼下当真是坐池山空 这样下去只怕过不了多久 贺兰部除了牛羊 当真是要一穷二白了 四仰八叉地倒在草丛之中 仰望着满天的繁星 贺兰雄突然像野狼一般嚎叫起来 直至声嘶力竭 山丘之下有马蹄之声响起 贺兰雄冲而不闻 左右不是族里的长老 或者妹妹担心自己现在的状态 跑过来看看自己拔了 马蹄声停在他的左侧 有脚步声响起 正正地向着他走来 贺兰雄闭上眼睛 没有睁开 什么都不要说 我只是想发现一下 他大声地说道 不要理我 脚步声停下 安静片刻之后 一个略带磁性的男性声音响起 贺兰雄倒是好兴致 观月饮酒众声长啸 可容我来与贺兰雄做伴 贺兰雄一咕噜爬了起来 瞪着眼睛 看着沐浴在星光之下的高远 失声道 高兄弟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 高远哈哈一笑 走到贺兰雄身边 从他手中夺过酒壶 仰头咕咚咕咚喝了一大口 我今天晚上到来 没有惊动多少人 看了一下工坊 出了一些急误 便想着去找你喝酒 不想走到这里 却听到了你惊天动地的长啸声啊 高兄弟 我现在是穷途末路了 不知道路在何方啊 贺兰兄弟何出此言 高远盘膝坐在地上 摇了摇酒壶 那里却是没有多少酒了 拍来拍巴掌 跟在高远身后的铁穴 一溜烟跑了上来 手里却提着好几个酒壶 坐吧 贺兰兄 这是我从老吴那里搜窝来的美酒 是第一批出来的老酒 被老吴埋在他家的梅花树下 一共十坛 我抢了一坛过来 全都装在这两个酒壶里了 咱们今天不喝完就不回去 啊 高远笑着扔了一个给贺兰兄 好 不喝干不算完 不醉不归 贺兰兄接过酒壶 大声说道 来 高兄弟 我敬你啊 你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现在你已经是郑东将军 手下永世敬万 大展雄风尽在眼前 我敬你 得先 高远举起酒壶 不管我到了什么位置 你贺兰兄都是我最好的兄弟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两年前 我们两人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情景 忘不了我们两人并肩作战 生死相托的每个时刻 贺兰兄大大喝了一口酒 苦笑着说 当初我们两人都是一无所有 可现在呢 你已经是大烟堂堂的张东将军了 而我呢 却几乎又回到了起点 一无所有 哎不 比那个时候要更惨啊 那个时候王庭还在 草原之上虽有仇杀 但终究还是有规计的 可是现在你瞧瞧啊 都成了什么样子 人人自危 谁也不敢相信谁 两个不足碰面 最常见的打招呼方式 就是拔刀子拼命 高兄弟 这匈奴完了 我也完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有懒人听书原创录制的小说 我为王 作者 枪手一号 播讲 百里图图 断根 第188集 贺兰兄自顾自了又灌了一大口酒 高兄弟 你可能不知道 今天我让少奇回来告诉我 我们匈奴现在实力最强的 巫师一族 已经决定向北切移 他们准备越过大漠 本来我还指望着 巫师能站出来主持大局呢 要知道 他们现在还能集齐五千体积 只要他们站出来 应当是能结束乱局的 高远静静听着贺兰雄说的话 看着痛心疾首的贺兰雄 轻轻地说道 贺兰兄弟 请恕我直言 巫师一族的组长 是一个有远见着实的人 他不是不能站出来 号召匈奴人 结束自相残杀 而是他不敢 他这种缩头乌龟 还能有什么远见着实 贺兰雄扑哧一笑 本来可以成为新一代的 匈奴王 可是他放弃了 高远喝了一口酒 看着贺兰雄 贺兰雄弟 你觉得秦人 费了如此大的功夫 甚至为了此损失了他们大奖腾议 他们会容忍匈奴再出一个能聚集草原力量的人吗 他们会容忍一个新的匈奴王出现 贺兰雄身子一震 看着高远 眼中尽是不敢相信的神色 秦人要的便是匈奴从此陷入内乱 哪一个部族此时敢于站出来 必然会遭到他们的打击 其实除了秦人 不管是赵国还是燕国 都会抱着这样的心思 巫师一族现在实力最强 必然会成为中原国家的眼中钉 巫师族长毅然决然横渡大漠 看似危险 却是保全不足 唯一一条路 贺兰雄重重地垂下头 他本来就是一个聪明人 此时被高远一点醒 不由更加心如死灰 高兄弟 我们匈奴人就这样完了吗 高远自真惧拙地说 贺兰兄弟请恕我直言 匈奴作为一个民族将永远存在 但是作为一个能够影响各国政局的实力体 已经消失了 现在任何一个国家出兵草原 他们都不会是对手 之所以现在没有人动手 是因为各国彼此之间互相顾忌 而且中原内部之间 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一旦出现一个能号召 匈奴各部的人物或者是部族 必然会迎来致命的打击 贺兰雄常常地吸了一口气 先前你说到 大英也不会容忍这种情况 高兄弟 我想问你一句实话 与我匈奴接壤的只有何坚俊与刘锡俊 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你会出兵来剿灭这样一个 有号召力的部族吗 高远沉默扮上 他明白 贺兰雄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贺兰兄弟 我会出兵 我与他们一样 也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 哪怕这个人是我 贺兰雄反问道 哪怕这个人是你 高远点点头 贺兰雄再一次沉默下来 只是不停地往嘴里灌着酒 片刻功夫 一壶酒 已是滴滴不剩 高远将自己手里的酒壶递了过去 谢谢你对我说实话 请原谅 站在不同的立场之上 我们看问题 总是从不同的方面来看待的 我所做出来的决定 只能是最符合大烟的利益 我明白 所以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因为你没有骗我 贺兰雄摇着头 所以说 我们匈奴人想要翻身 只怕是男生加难了 这可惜了我的族人啊 好日子没过上几天 便又要重墜苦难之中了 两人沉默着你一口我一口 酒壶里的酒液 在迅速减少 清风拂过山丘 让燥热的空气 终于带上了一丝清爽 天空突然暗了下来 两人抬头 却发现一大团云彩 随风而来 将圆盘一般的月亮 挡得是严严实实 片刻功夫后 云彩飘走 满月重新露出真容 银白色的光线 再一次温柔地 抚摸着两人的身躯 瞧 云遮月 天昏暗 但终究不过是一刹那的功夫 只要有心 便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高远笑着对贺兰雄说 贺兰雄啊 这个世间并不是有一条路的 跟我干吧 贺兰雄低下头 看着高远 跟着你干 高远点点头说 贺兰雄 匈奴内部自相残杀 而中原国家 必然会推波助澜 将这场争斗 推到极致 可以说 草原自此无宁日了 无知一族远走他乡 是明智的 但他们还有实力远走大漠 可是贺兰雄呢 是没有这个本钱的 现在的局势 恐怕你们踏进草原 便会被凶狠的恶狼 啃食一空 不要走了 跟着我干 我不敢保证别的 可是我能让你的族人们 生活得比以前更好 也会让他们的生活 更有尊严 在我的旗帜下 不管是哪个匈奴部落 或是其他实力 都不敢向他们下手的 看着沉默的贺兰雄 高远接着说 不容会员 我也需要你们 浮风兵不足足够强大 骑兵却一直都是短板 一支强大的骑兵 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构成的 我努力了两年 却也只练出了数百骑兵 如果你们能加入的话 浮风就将在短时间内 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 以此为基础 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们就可以建立一支 重横天下的铁骑 贺兰雄 默然不语 看着左手边灯火黯然的 贺兰族大营 又转头看看右手边 居里观的繁荣兴盛 他仰头将酒里的酒 一口气喝了个精光 高雄 高雄 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说的算的 我回去和部族商量商量 他转头看着高远 这是梯中应有之意 高远点头道 此时并不急在一时 对了 赫兰雄 现在你们的物资补给 已经出了问题了吧 明天去找曹天成 差什么就领什么 现在距离观里的物资堆积如山 可是没有地方可卖了 多谢高雄 贺兰雄停顿一下 虽然今天还没有喝到尽兴 但我需要回去了 高雄提议 我会认真考虑 请 铁炫走到高远身边 看着贺兰雄扬鸡 急驰而去的身影 低声说 兴隽 你不应当给他们物资 怎么了 高远随问道 越往后去 他们的物资越会缺乏 而以贺兰部现在的实力 也是不敢往草原上去沾这一趟浑水的 他们除了脱避于我们之外 不会有第三条路 可是您现在给了他们物资 他们又会支撑好一段时间 铁炫说道 这是卑职心中所想 不知将军是不是有什么妙测 铁炫 贺兰雄曾是我们战友 兄弟 我不愿意采用这种手段来强迫他 要是那样的话 即便他加入我们 必然也会心中有所节地 我想要的是一只心甘情愿的 愿意为了我们的事业而努力的伙伴 一直被迫加入进来的队伍 有可能在将来成为不稳定的因素 高远看着远处赫兰部的大营说 其实贺兰雄 可选择的路并不多 居里关内 曹天成与白宇成正在对面而针 面前已经有好几个酒壶空了 此时曹天成的酒意已经有了七八分 而白宇成却是越喝眼睛越亮 白兄弟 好酒量啊 曹天成舌头打着结 冲着对方竖起了大拇指 曹某甘拜下风啊 满头长发 背一根布袋竖起 减确了几分的凶悍 多了几分飘逸的白宇成 黑黑的笑着 当年我众衡东湖之时 很多时候便是以酒为食 这酒量却早就练出来了 曹兄啊 来局里关的这些日子 多谢你的照顾 我们这百多残兵败将 要不是你收容 现在只怕连骨头都要烂了 他冲着曹天成 又举起了酒杯 来 我先干为敬 一仰脖子 酒干 杯中酒 冲着曹天成 亮亮杯底 哎哎哎 别谢我 曹天成手抖着 勉强地将杯子放到嘴边 喝了一半 撒了一半 当初是将军特别嘱咐的 说句老实话 当时我是不情愿的 我怕你们有好伤之后 当土匪的奇想发作 不顾一切的抢着 距离关 然后扬长而去 我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突然又大笑 还是将军 有先见之明啊 白宇成微笑地说 高将军 非常人也 曹天成斜着眼看对方 老白 现在你也算了一串兵 兵抢马撞了 咱们给你的武器 让你的队伍是焕然一新 接下来你准备去干什么呀 还是去当马匪 现在草原可正适合你们干这活 来无影 去无踪 又没有家眷什么的 草原上那些凶都人 只怕要倒大美楼 白宇成笑着 将两人的杯子 再次针满 咱们没有见到高将军 高将军 去见荷兰雄了 曹天成舌头打着结 荷兰部 现在日子不妙啊 高将军 想将荷兰部 纳入麾下 白宇成笑着问道 曹天成黑黑一笑 高将军说了 如果贺兰部愿意加入的话 我们扶风是举双手欢迎 如果他们不愿意 也是由不得他们 如果他们又离开了 高将军说 他们将所有物资 一次性不完整 要粮给粮 要兵器给兵器 他上身潜伏 低声说道 将军还说了 即便是贺兰雄要连发弩 也给他们 毕章弩 是不足利器 而连发弩 则是骑兵杀神 这两样武器 也是扶风兵 现在最犀利的武器 了不起啊 白宇成竖起了大拇指 曹天成摇头说 但是 仅此一次 他竖起了一根手指 在白宇成面前晃了一晃 以后赫兰部怎么走 过得怎么样啊 我们可就顾不得咯 白宇成转动着酒杯 若有所思 白兄啊 你是不是也要走了 曹天成趴在桌子上 勉强地抬起头来 看着白宇成 你放心 你如果要走呢 将军也绝不会拦着你 会给你们一样的待遇的 白宇成将酒杯 往桌子上一顿 笑着说 我不会走的 曹天成抬起头来 扎巴着眼睛说 白兄啊 将军说贺兰雄可能留下来 你却可能会走 因为你们自由惯了 肯定是不会习惯军营生活的 如果你要留下来 你和你的属下 可就要受浮风军规的约束 白兄 你在局里关这么久 对扶风军规可是熟悉的 你们能受得了 没有谁想当一只 无国无家的流浪拳呢 白宇成笑着说 而且这天下 看样子当马匪的日子 是越来越不好混 见如此 我还不如找一个好主子 说不定将来还能 搏一个风机蒙子 当个开国功臣 弄一个贵族来当他 说完他就哈哈大笑 高将军是一个不错的主子 人意 直线 没有那么多 转弯抹角 和我的脾性 看着白宇成不像开玩笑 曹天成大笑 好秀点啊 够意思 跟着高将军 咱们一定出人头地 将来我们 一定会明治天下的 两人扶掌大笑 什么事啊 笑得这么开心 门被推开 高远带着一身星光 走了进来 随手将披风拖下来 扔在一边 走过来拉过一条板凳 坐在桌子旁 白兄弟说了 从此以后不当马匪了 他跟着您干 他不走了 不去 不去当马匪了 曹天成笑着说 说着着笑 声音戛然而止 扶在桌上 顷刻之间 憨声四起 高远摇摇头 这家伙与你拼酒啊 当真是不知此字怎么写 白宇成突然站起来 面向高远 双手抱拳 一击到地 高将军 白宇成自今儿起 正是投降将军回家 愿为将军打了一笑吏 所以白死而不回 还请将军收纳 高远笑容收敛 他没有站起来 坐在那里 伸手扶了一下白宇成 白兄 现在我们是兄弟 如果你真决定 要加入我们扶风兵的话 那么我们除了兄弟之外 却又多了另一层关系 那就是同属 你想清楚了 你的那些兄弟们 都愿意吗 当然想清楚了 白宇成正色道 正是因为想了很清楚 心中很明白 所以我才做出此决定 从此以后 愿为将军效全马之劳 听到这话 高远这才站了起来 好 白兄弟 欢迎加入扶风军 白宇成再一次弯下腰去 白宇成见过将军 坐吧 高远摆摆手 白宇成 既然你加入了扶风军 我也不必会言 你得摆多个兄弟 马术精良 单兵作战能力超强 但是 他们不太适合正规军队 长久以来的习惯 不是短时间里能改变的 所以我想将你们 单独设为一营 发挥你们特长 军队之耳目 作战之前驱 白宇成接口道 不错 赤猴营 你有一千人的编制 当然 这得靠你自己去招兵 赤猴骑兵 骑兵之中的交处 宁缺无烂 带着你的军队之中 有两个人我要调走 虎头和横刀 这两家伙不适合做赤猴 倒适合 做一个冲锋陷阵的将军 贺兰雄翻身下马 一个亮枪 险些便摔倒在地 守在他帐外的贺兰瑞 一个剑步上前 堪堪扶住了他 族长 怎么喝这么多 他低声问道 去给我打一盆冷水来 贺兰雄说 对了 师妹把烟子给我叫过来 是 族长 回到大帐内 随手将弯刀解下 扔在帐脚 贺兰雄盘腿坐了下来 脑子里却在回想着 先前高远的提议 怎么办 这是一个解救族人的机会 但同时 他也是一个桎梏 一个套在脖子上的交锁 一旦硬下来 自己就再也没有独立发展的机会 而永远沦为高远部署 扶封君的抚拥 族长 水来了 贺兰雄将一盆冷水 放在贺兰雄面前 贺兰雄猛地埋下头去 将头整个的 亲在水盆之中 冰冷的水 让他终于感到清醒一些 抬起头来 水淋淋地看着贺兰雄 哎 燕死他 哥 这都多晚了 你还不睡 叫我过来干什么呀 贺兰雁先连而入 看着贺兰雄的模样惊道 你干什么 弄成这样 抢上几步 从一边拿过来一块布巾 将贺兰雄的头包住 用力地揉了几下 一股浓烈的酒气 让贺兰雁皱起了眉头 干嘛喝这么多酒啊 晚上我跟高远在一起 贺兰雄低声说 什么 高远来剧里关了 贺兰雁惊喜地叫了起来 一下子跳到贺兰雄的面前 险些将水盆掀翻在地 这个家伙 真是讨人嫌 不深不想到这区里关 竟然也不来看我 贺兰雄抬手挥来挥 贺兰雁会议地上前 端起水盆向外走 二位 去通知各位长老 让他们都到我这来 是 组长 帐帘放下 贺兰雄看着贺兰雁 他要打婚了 听说 婚期就定在新年第一天 在福丰 夜市的来时 已经与曹天成 商量好的一切细节 过不了多久 高远就要从福丰出发 去迎接他的新娘 贺兰雁的头 慢慢地低水下来 燕子 贺兰雄有些担心地伸出手去 轻轻地俯着贺兰雁 乌黑亮丽的一头长发 贺兰雁却忽然抬起头来 脸上竟然带着笑容 这也没什么 我早就知道了 哥 你干嘛跟我说这些啊 你专门叫我来 就是因为这件事吗 如果贺兰雁因此而悲伤 流泪甚至发怒 贺兰雄反而会更放心一些 此时看着贺兰雁 一如既往的神态 他却更是不安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啊 贺兰雁的语气显得很轻松 哥 在他离开福丰 前往余扬的时候 他和我说的就很清楚了 我知道 我们之间是没有可能的 希望你真放得开了 你知道 今天高远与我谈了一些什么吗 贺兰雁摇摇头 他邀请我加入胡风军呢 是加入 而不是以前的结盟吗 燕子 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 贺兰雁沉默片刻 哥 你一定很难过吧 是啊 我很难过啊 当初我们与高远一起结盟的时候 算法实力差不多 我们甚至要比他强一些 但是他一瞧瞧 不过两年时间 高远已经是大燕的征东将军了 麾下佣兵强兵将数千人 拥有胡风赤马两个县的地盆 拥有居里观这样一个 给他打造兵器的基地 拥有四海商贸 这个为他创造财富的商社 而我们呢 现在有什么 现在都成了丧家之权了 贺兰雁的声音之中 带着悲怅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懒人听书原创录制的小说 《我为王》 作者 枪手一号 颇奖 百里图图 断根 第189集 哥 贺兰雁挪到贺兰雄的身边 伸手抱住他的一条胳膊 哥 你也不用妄自菲薄 你也是英雄好汉 只不过 时运不计而已 哥 现在草原之上 乱象平生 危险重重 但也不是没有机会 也许 我们能利用这个机会增加力量 哥 你不是 想着做一个 伊藤草原的大英雄吗 没准 现在就是机会啊 以前 那些我们惹不起的大不足 走得走 衰落得衰落 再也不是以前那样的庞然大物了 贺兰雄惨笑起来 我曾经也这样认为 但今天与高原一席话 让我彻底的心疼了 妹妹 我永远也不可能成功了 中原国家 不会容忍 再有一个强大的匈奴部族出现 哪一个出挑 哪一个就是他们打击的对象 高原说 就算是他 也会出手的 贺兰雁顿时呆了 高原说 他也会出手 假如这个人是你 他也会出手吗 贺兰雄默然 半场才说道 吴氏就是看清楚了这一点 所以跑了 贺兰雄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哪一个部族有取代王婷 再次聚集匈奴部族的意愿 便将会迎来他们的猛烈打击 无论是谁 他们都想匈奴一直这样乱下去吗 贺兰雁颤声说道 是 只有匈奴这样一直乱下去 才不会对他们形成危险 贺兰雄闭目道 族长 长老他们都来了 帐外 传来贺兰瑞的声音 贺兰雄坐直了身子 揉着揉脸颊 请各位长老们都进来 贺兰康 贺兰杰 贺兰民等 贺兰部的长老们 鱼贯而入 这两年来 随着贺兰部摆脱了那种 随时会灭亡的命运 转而蒸蒸日上的过程之中 他们的权力 都被贺兰雄 一点点的剥夺干净 现在 纯粹是一个 荣誉性的称号了 贺兰部赖以生存的命运 军队 被贺兰雄 牢牢地掌控在了手中 组长 几人盘腿 坐在了贺兰雄的下手 这两年来 他们都已经被贺兰雄 搓磨得没有半点脾气 现在我们的处境 相信大家都清楚了吧 贺兰部今后何去何从 不知几位长老有什么看法 贺兰雄开门见山的问道 几人互相看了一眼 都有其意外 贺兰康咳嗽一声 以往不都是族长做主的吗 现在我们自然还是以族长之命适从 其他几人都是点头称事 族长说该怎样 我们就该怎样呗 只要有狗吃的 能安安稳稳放羊放牛 我们都没有意见 贺兰雄听出了话里话外 那一丝酸意 心里不由一阵烦躁 各位 实话实说 我们贺兰部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一步走错 就会招致举足皆灭 此时此刻 我们更应当群策群力 而不是推卫 三名长老沉默片刻 贺兰康低声说 族长 难道我们就不能一直住在这里吗 背靠着高远的浮风兵 安全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贺兰康开了个头 贺兰杰贺兰敏都是连连点头 附和道 此话说得有理 我们就待在这里 现在草原上乱成一团 我们现在只余下五百骑兵 如果贸然插足其间 必然会招来灭族之祸呀 今天少计不是回来报告了吗 连一渠这样比我们还要强的部落 如今都已被灭族了吗 看着三位长老 贺兰雄问道 那各位想过没有 浮风军有什么义务 一直保护我们 这里是他们的地盘 我们能一直赖在这里不走吗 现在商路已经断绝 没有了裁员 我们如何生活 贺兰敏打量了一下屋里几个人说 组长 以往我们两家不是一直联合吗 了不起还和以前一样 我们帮他们扶风兵打仗 他们提供给我们土地 粮草军械 这样过个几年 我贺兰部也可以修养生心 发展壮大 对对 这个法子可以考虑吗 贺兰康贺兰杰立即复合 反正我们回到草原上还是要打仗 而且生死不支 胜负难论哪 帮着扶风军去打仗 起码能有后援 不缺军械啊 高远提出的是加入 而非结盟 贺兰雄低沉的声音在帐内响起 对此 各位长老有什么看法 这 这有什么不同吗 左右不过是帮他们打仗吗 贺兰康说道 当然不同 结盟 我们拥有很大的独立性 而加入 我们将成为高远的 征东军的一部分 贺兰雄又叹了一口气 我们将失去自主性 仗内沉默下来 半赏 贺兰杰站了起来 组长 恕我直言 您的雄心壮志 我是知道的 但现在实也实也 这一条路根本是走不通了 如果不答应高远加入要求 只怕我们就得离开 居里关 但离开了这里 只怕举足都会性命难保 为整个荷兰部着想 为这个大营里的老弱富足 着想 我请组长 同意加入征东军 居里关内 高远与白宇成两人 仍然没有休息 反而是重新弄了几个菜 对坐小饮 白宇成的酒量的确惊人 先喝趴下了曹天成 接着又与高远对弈 丝毫不落下风 将军 贺兰雄与我不同 他是有雄心壮志的人 他会加入吗 白宇成问道 天成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 贺兰部几位长老 如今在四海商贸里 都有股份 白宇成扎舌道 哦 原来将军早有布置 也谈不上布置 贺兰雄没有多少选择的机会 他如果不答应加入的话 就只能离开居里关 他脸皮没有那么厚 他拒绝了我之后 还待在这里 但离开就意味着 举足灭亡的危险 相信他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 可如果他被行使所逼 而加入的话 以后说不定会有反复啊 高远大笑举杯 他是一匹猎马 可我是一个更好的驯马人 而且以我征东军的兵制 你以为他有机会反复吗 年轻人还想出戏闯一闯 去搏一搏 但老人 却更渴望稳定 男人们想建功立业 去完成自己的理想 但家里的女人妇孺 却不愿他们再踏上未知的征程 去闯那近在眼前的鬼门关 在高远回到居立关的时候 他很清楚的知道 贺兰雄 没有别的选择 这一晚 高远睡的是吉他时 相及了 骑兵是他的短板 而收复了白宇成与贺兰雄之后 浮风军的这一短板将不复存在 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 浮风军将拥有一支令世人侧目的 强大的骑兵队伍 第二天清晨 刚刚吃过早饭的高远 便迎来了贺兰雄 比起高远与白宇成三言两语 就说定加入浮风军的事情 高远与贺兰雄的会面 却显得正是多了 看着坐在主位上的高远 贺兰雄双手抱拳 向着高远一击到地 高将军 贺兰部已经做出决例 合族加入浮风军 自此以后 贺兰部以将军 马首是战 高远凝视着贺兰雄 贺兰雄 你当真想清楚了 贺兰雄微微闭了一下眼睛 却旋即又睁开了 肯定了点点头说 是 我想清楚了 高将军 你也知道我的性子 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我如不愿意 今儿就已经带着自己的全族 离开了浮风了 停顿了片刻 他接着说道 贺兰部老老烧烧 经历了太多的苦难 他们都不想再陷入动荡之中 高远 你能给他们一个安稳的生活吗 为了这儿 我愿意率领贺兰部尔郎 替你征战 高远深吸了一口气 贺兰雄 我不能保证 但我可以发誓 我将尽我所能 是无辞足矣 我相信 贺兰雄点了点头 高远伸出手去 与贺兰雄紧紧地卧在一起 欢迎加入伏风军 愿为将军 孝死利 贺兰雄的语气有些声音 高远摇了摇头 两手扶着贺兰雄的肩膀 将他按到身侧的一张椅子上 贺兰雄 我希望我们还像以前一样 公式上 我们有同属关系 但私下里 我希望我们仍然如同以前一般 那种兄弟一般的情谊 我很看重的 也很留恋 我不想失去这份友谊 贺兰雄有些动容 看着高远点了点头说 好好 高远欣慰地笑了一笑 转身坐下 贺兰雄的 不瞒你说 昨天白宇成已经决定加入我 浮风军之中 有了你与他俩人 我浮风军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 将是可以预期的事情 与东湖人作战 的确是需要一支强大的骑兵 贺兰雄说道 接下来 我会努力的 高远点了点头 看着对方 两手握在一起 两只大拇指 不停地转着圈子 沉吟一下说 赫兰雄 有些事情我要说在前面 你也了解我浮风军的军制 为了指挥上的统一 每一支新加入的军队 都需要重新整编 白宇成如此 你也亦如此 这一点你能接受吗 虽然知道这是题中应有之意 但真到了这个时刻 赫兰雄仍然有些伤心 一旦整编 赫兰部军属的队 必然会被打散 从今天起 他将只是高远麾下 一名普通的将军 他无言的点头 示意自己明白 你的骑兵 白宇成的骑兵 还有浮风军原本的骑兵 将统一整编 组合成三支骑兵队伍 三支 赫兰雄愕然地看着高远 高将军 我们三部骑兵加起来 现在不到一千骑 你将其分成三支 岂不是每一支都有几百骑吧 你将这极大的削弱战斗力啊 与东湖作战 还是将骑兵聚集在一起的更好 高远笑了一下 我们区区一千骑 即便集合起来 在东湖人眼中也是不值一提啊 这件事有另外安排 这三支骑兵将各有用处 赫兰雄 我们是兄弟 我也不瞒你 我们的敌人 恐怕不仅仅是东湖人 赫兰雄悚然而惊 你是说 高远竖起了手掌 摇了摇头 人无伤虎心 浮有伤人意 我不得不防 赫兰雄 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 我也不多说什么 你带人来领期你部 所需要的物资粮食 分派给族人 然后集合部队 随我去牛栏山大营吧 在那里我们将进行整编 而你的疑问 到了那里之后 将会得到答案 赫兰雄豁了起立 明白了 牛栏山大营 现在或许可以称之为 牛栏山要塞 如同一个张牙舞爪的怪物 趴扶在牛栏山上 当初兴建牛栏山大营的时候 高远力排众议 毫不客气地否决了孙小认为 太大不好防守的建议 也否决了曹天成的 建这样一个要塞 要花太多冤枉钱的说法 直接建起了一个 可以容纳上万人的大营 经过近一年的加固 现在的牛栏山要塞 比起扶封城 要更加的坚固 而且比起扶封城 它的设计 更接接于战争的要求 这座要塞 是由高远亲手设计 当然 现在这座庞大的要塞 已经成了高远 又一个精明神武的决定 不管是曹天成也好 还是孙小郑小阳也罢 都为当初高远的决定 而佩服不已 到底是将军呢 想的就是远 否则现在就要抓瞎了 牛栏山要塞里 现在光是战足 就有超过六千人 而在湖峰城的南山兵营里 还将会有源源不断的 送来新兵 而随着贺兰雄与白宇成 两支骑兵队伍的加入 整个要塞 已是被填满了 而在牛栏山要塞的身后 山间茂密的三林之内 还隐藏着一些小秘密 如果谁来攻打牛栏山要塞 注定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的 只可惜 这些设计 只在牛栏山要塞新建初期 迎来过东湖索克的一些 试探性的攻击 而在授索之后 索克的手也缩了回去 似乎预料到了什么 现在的东湖人 开始在榆林大规模的增军 数个大部落 驻地也在向榆林靠近 对于这些 高远并不是太在乎 东湖人打过来也好 还是自己打过去也罢 两家终究是不可能和平相处的 带着贺兰雄与白宇成的骑兵 赶到牛栏山要塞 已经是贺兰雄 决定加入伏风军 半个月之后的事情 等高远赶到这里的时候 六千部族的重新整编 已经完全结束 孙小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已经是轻车熟路 多次整编过军队的他 甚至已经总结出了 一整套的流程 高远不在 孙小作为中军都督 就是牛栏山要塞的第一号人物 当然 在他的一边 曹天次始终瞪着一双大眼 冷漠的注视着所有人 军法司的板子 几乎没有一天停过 作为新人 孟冲与许元 现在终于了解到 当初在鱼养的时候 纳霸与阎海波 那不怀好意的笑声 曹天次太可爱了 每每想起这个评语 孟冲便不由有些想笑 这家伙哪有一天可爱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冷面的阎王 以至于现在每次见到这个家伙 都会下意识检查一下自己的军容是否整齐 但孟冲不得不服曹天次 打架自己没准能干过他 而在执法之上 这家伙冷面无情 也让他着实领教了一番 更让孟冲无话可说的是 在处罚伪计的事件之上 不管是他们这些后来者 还是服风老兵 落在曹天次手中 都是一视同仁 绝不偏袒 六线部族 分为左中右三军 美军两千人 美军四个营 合计十二个营中 有两个营 确实更特殊一些 他们分别是中军的 扶风营与右军的赤马营 分别由孙小和郑小阳亲领 两个营的老兵被抽走了不少 调入其他个营 当任基层的军官 在这一点上 孙小做的事极其彻底 哪怕因此而将 服风营与赤马营的战斗力 下降了不止一个档次 他也毫不在意 军队的战斗力 可以很快的升起来 而让高远对这支军队 拥有绝对的掌控力 是不容有丝毫懈怠的 所以当高远 抵达牛兰山要塞的时候 迎接他的 可以算得上 一支崭新的军队了 对于孙小的努力 高远很满意 当然 对于这个老部下 高远也不必多说什么 冲他点点头 便算是肯定了他的成绩 要塞里 柬埔而庄重的义士厅 第一次迎来了 浮风军的最高的 所有的高层人物 以高远为首 蒋家全 曹天成 孙小 郑小阳 严海波 那把孟成 许元 贺兰雄 白宇成等人 齐聚义士厅 今天 在这里 高远将宣布的是一件 极其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情 便连浮风县位 吴凯 赤马县位 郑军 都没有与会 缓缓扫尸着屋内的众人 高远心里有些激动了 两年之前 他还基本上是一无所有 而两年之后 他已经有了一个崭新的平台 攀上了他两年前 他还根本没有想到我的高度 补兵呢 他忽然发现少了一个人 补兵不是已经到了牛南山要赛吗 将军 孙小站了起来 步兵他到了这里之后 带了两个卫兵和几匹马被出去了 白天基本上都在外面 一般要晚上才回来 步兵身子不利索 你怎么让他还到处来跑啊 高远有些不高兴地看着孙小 将军 步兵他天天在外面练起马 他说即便没有了一条腿 他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骑兵 我也不忍劝他 只能嘱咐卫兵们小心刺耀着 孙小有些难过地说道 高远沉默下来 半赏之后才点一点头说 由他去吧 收拾起自己的心情 高远的目光转向坐在自己左侧的新任征东军 尝使蒋家全 蒋大人 开始吧 蒋家全站了起来 向高远欠身为底 转过身来 看着帐下诸将 这一刻 他的心中也是激动的 他终于有了一盏报复的舞台 在他的面前 是堪称天下精锐的扶风君 虽然眼下还很稚嫩 但只要稍加精盈 加以时日 眼下这个还很稚嫩的右兽 必然能成长为一个 惊吞天下的庞然大物 而现在天下的时事 也正为扶风君提供了一个机会 天下行将大乱 这便是蒋家全的看法 大乱之时 冰火必然烧及这片大陆的任何一个地方 这样的局势之下 高远偏居扶风这一羽之地 本来的劣势却成了优势 草原上匈奴的覆灭 更是让扶风君去掉了侧翼一个大敌 唯一的一个敌人 就是东湖了 那么这接下来 扶风君的任务就很清晰了 一手打击东湖 这一点上可以借助燕国的力量来完成 第二手就是急速的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混乱的草原为扶风君提供了壮大的基础 当各个国家的目光注意到扶风君的时候 他已经成长了一个不容忽视 不能小觑的强大力量 各位将军 蒋家全清了清嗓子 声音有些大 话一出口 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 看着屋内一众将领 脸上似笑飞翘的神情 他不由老脸一红 真是实菜呀 不过这也怪不得自己 他有机会一展心中所学 谁能不激动呢 各位将军 沉下心神 蒋家全再次开吼 综合各种情报 我们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 东湖已经准确的判断出了 我大燕江对他们发起一场倾国之战 所以现在他们开始调集兵力 聚集粮草 曾经被将军一把火烧掉了榆林 现在又重新建起来了 说到这里 屋里的将领们都笑了起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懒人听书原创录制的小说 《我为王》 作者 枪手一号 播讲 百里图图 断根 第190集 所以与东湖这一战 任何投机取巧的战法都将失去作用 这将是一场面对面的硬仗 郑小阳大笑着说 浮风军从来不怕打硬仗 任何党在浮风军面前的敌人 都将被我们碾碎 胜利只会属于我们 郑小阳的话在屋子里引起其他将领的共鸣 这几年来 与东湖人作战 浮风军基本上就没有输过 浮风军可以说是踏着东湖人的尸体 一步步发展起来 如果说大烟其他地方的将领 谈起东湖 都会恐惧于对方那踏碎一切铁蹄的时候 浮风军却是不屑一顾 郑将军豪气重天 蒋某佩服之志 蒋家全微笑着说 郑将军 如果现在有一支东湖军队在你面前 他们有一万人 你能完全歼灭他 但你自己要损失一到两千人 你会不会打这场战事啊 郑小阳想也没想 打 当然要打 差不多十比一的比率 我们大战便宜 很好 我们打赢了这一仗 向前挺进 这一次东湖人有两万铁骑 我们仍然可以战而胜之 代价时付出两到三千人的代价 郑将军打是不打 打 郑小阳一张嘴巴 干净利落的吐出一个字 但这个字刚刚出口 脸上的颜色就变了 看着蒋家全 眼睛瞪得是溜圆 显然已经反应过来 脸一下憋得通红 打 打个屁啊 怎么就拢共六七千人 这打下去 老本都舍没了 嘿 这就对了 蒋家全脸色又凝重起来 环视着屋内的中将 比起东湖来 我们的实力太过于弱小 虽然伏风军以前面对东湖 是战功标柄 战无不胜 但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 那就是我们与东湖人作战时 实倾尽全力 而东湖人却在随意应付 这一进一出之间 就是我们节节胜利的真正原因 而现在情况不同了 蒋家全回首看了一眼 主位之上的高远 见他面色平静如常 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直言不讳 而有所温弄 才接着说 这一次 我们要面对的是东湖的主力 而这一场战时 是大烟与东湖的国战 与东湖比起来 我们实力太弱小了 如果不顾一切的与东湖应来 说不定刚刚崛起的扶风军 便会烟消云散 而即便我们小心翼翼 也可能会因此损兵折将 实力大减 孙小兽去了眉头 哎呀 蒋长使这么一说 是不是代表着我们就不能出战呢 可如果这样的话 只怕大面上也交代不过去啊 先不说朝天那头 肯定会言辞直斥我们雀诺未战 而留习的张俊守 恐怕也会不满呢 毕竟将军是征东将军的 他补充了一句 不是不打 蒋家全笑着白白手 将军与太魏周渊 御史大夫宁则成之间的恩怨 想必大家也很清楚 他们暗算将军没有得手 这一次必然是正大光明的 用杨某逼迫将军作战 从而削弱我伏风勋的实力 所以我们要在打的基础之上 不但要保存实力 更要暗地里增长实力 否则 我军在与东湖人作战的过程之中 伤亡惨重 自顾不暇的时候 而他日朝廷大军 蜂拥而至的时候 或可不非摧毁之力 便将我党一口吞下呀 想张是说的太吓人了吧 严海波揪着下巴之上 刚刚长出了一撮小胡子 您老看来是胸有成竹了 就直说吧 我们要怎么办 才能不让那两个龟孙子得逞 严海波比高远还要小 今年还没有满二十 这屋内就数他年纪最小 看着他以小卖小的模样 屋内响起了一阵善意的嘲笑之声 在我们进攻东湖的过程之中 我们要拉一个人下水 与我们联手 这样我们的实力会有所增长啊 张俊手 孙小猜到 不错 就是要靠将军去说动张俊手了 蒋家全转头看向高远 高远微微汗手 不过即便如此 我们在进攻东湖的过程之中 也应当小心翼翼 以慢为主 稳打稳扎 绝不冒进 我们的目的是等待朝廷主力抵达 而在这之前 东湖人也可能发动先发打击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要守得住 退要退得回来 总而言之 仗要打 却也要保存实力 怎么打 张氏已经说了 但您先前所说的 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 还要不动声色的发展壮大 恕我愚昧 实在想不出什么好法子来 孟冲冲着蒋家全拱了拱手 在我看来 后一点只怕比前一点更难吧 孟将军忘了 现在的草原吗 蒋家全笑看着孟冲 匈奴百于秦人 已经残破不堪 草原之上 现在是仇杀不断 乱成一团 匈奴人已经完了 现在除了秦人设立了一个山南郡之外 其他的势力都还没有敏锐的发现一点 或者说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便是我们的机会 将军 关于这一点 还是由您来说吧 蒋家全看了一眼 坐在另一侧的荷兰雄 冲他点点头 当着这个匈奴人面前 说匈奴人完了 心极细的他 还是向荷兰雄 表示自己的歉意 蒋章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匈奴人已经失去了 控制局面的能力 而秦人与赵人一战 虽胜 却也伤了元气 设立了一个山南郡 拖有其表 控制力不强 而赵国连着在两个战场之上实力 国内乱成一团 根本无暇顾及 大爷一门心思 在想着征服东湖人 也没有将目光投到草原之上 这便是蒋先生所说的机会了 草原之上 有大批失去部落的匈奴人 这些人都是上好的骑兵来源 而原来那些被匈奴部族奴役的奴隶 也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 所以我决定 在准备与东湖作战的过程之中 派出一只人马 进入草原 高远站起来 冲身后的铁楦 与定位丢了一个眼神 两人马上走到屋子中间 将一幅极大的地图 斩了开来 高远走到地图前 手指指了一个地方 基石山 这里是我与长使大人两人选定的地方 我在这里建一个新的药塞 就像我们牛兰山药塞一样 同时以它为基础 招揽匈奴骑兵 收容各部的奴隶 在这里开光墾田 设立功法 高远转身 看着麾下众将 我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人 来主持这项大计 水愿自告奋勇 此语一出 帐下大将们 却都如鸵鸟一般 一个个将头埋了起来 一听高远的计划 众人就知道 这完全就是一个琐碎活 这里绝大部分 拿刀砍人都是好手 但要去主持这样一项大的工程 却是利益有未遂 而且也不愿意 高远嘴里如是问者 眼光却始终落在一个人的身上 这个人 却是他与蒋家全 曹天成等人商量好的 孙小感到背上 火聊火聊的 一听高远说出这话 他就知道大事不好 所以他的头比谁埋的都深 身子缩在椅子里 恨不得自己会隐身法 让将军看不见自己才好 饶是如此 他也感觉到高远那眼神 始终是落在自己身上 他终于熬不住了 抬起头迎向高远目光 眼中满是哀怨 哎呀 将军哪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呢 高远放声大笑 这牛蓝山要塞见得挺好啊 我极满意 孙小将军 此等大任 非你摸出 屋内响起一片如是重负的呼吸之声 郑小阳笑嘻嘻地说 哎呦 恭喜孙将军啊 贺喜孙将军 一边的严海波和纳坝等人 无不拼命点头 惹得孙小是怒目而逝 孙小站了起来 走到高远面前 这家军啊 这牛蓝山要塞吧 积全军两线之力 历时近一年 方才顽固 此次我去基石山 您需要用我多少时间呢 此去基石山发展 不同于牛蓝山 此地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做任何事情都是顺风顺水 牛蓝山就不一样了 那个地方现在乱得很 最关键的是那里有水源 所以必然有人盘踞于此 即便你站稳了脚跟 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也会面临着持续不断的挑战 而在此期间 我们能给你的支持就有限了 其一 我们还要对东湖作战 其二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在你那里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前 我不想有外人知道 孙小一张脸拉的是更长 将军哪 您老人家还真是看得起我 得 反正这条命也卖于将军了 您要是将这生意做大 利益钱大 总得给我足够本钱吧 本钱稍后一些 我胆子也壮了 腰杆子也挺直啊 是吧 本钱啊 当然是要给你的啊 孙小 你从中军挑一千部族过去 从现在起 这一千部族将从中军的名册之中消失 至于缺口 我将用新兵来补兴 一千部族 孙小倒吸了一口凉气 直到此时 他才发现 高远下的本钱可真是足够大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高远 对基石山的重视 这可是浮风军现在六分之一的兵力 而且中军内里老兵居多 战斗力是稳稳的高于左右两军 除了一千部族 我还给你三百骑兵 这是我们浮风军中骑兵的三分之一 至于物资 银钱 你要多少我给多少 天成 只要是孙小需要的 你那不许打任何折扣 高远转头看向曹天成 明白将军 只要是他要的 我第一时间便给他 曹天成是连连点头 贺兰雄站了起来 走到孙小身边 高将军 孙将军 经基石山 主要面对的是我匈奴 溃兵以及布鲁 末将院率三百骑兵 前去相助 贺兰雄话音刚落 孙小已是喜不自胜 这个好啊将军 有了贺兰雄弟相助 无像我在基石山列祖就容易脱啊 高远笑了一笑 摇头说 贺兰雄弟不能去基石山 我们要与东湖作战 以前我与贺兰雄弟配合默契 这边更需要他 而且相比于对付东湖 你那里还是更容易一些 我跟你找了另外一个帮手 哎呀不管是谁 恐怕也没有贺兰雄弟这么合事了 孙小遗憾的摇摇头 贺兰雄是匈奴人 在匈奴部族之间 也是小有名气的 更重要的是 有他这样一个榜样在 自己招募匈奴骑兵 可就容易多了 谁说没有 高远笑着 双手轻拍 自后堂突然转出一个人来 屋内众人眼前顿时一亮 燕子 贺兰雄失声叫了起来 孙小 我带着三百骑兵 随你去基石山 你觉得怎么样 以我哥哥如何 贺兰雁一身戎装 一手扶弯刀 一手插着腰 站在孙小面前 柳眉弯弯凤眼眉眉 从那里确实透出一股 灵力的光芒 狠狠地盯着孙小 似乎孙小要是从嘴里 吐出一个布子来 他手里的弯刀 就立刻会出鞘一刀 砍下来 贺兰雁的脾气 扶风老兵之中 那可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看着贺兰雁 孙小心中是暗暗叫苦啊 如果贺兰雁跟着去了 这不是带了一个下属去啊 却是带了一个祖宗 但眼下这谋呀 明显贺兰雁已经从将军那里 将这差事给磨了下来 自己即便是反对 也得找个时间 私下里与将军讲 眼下却是不能吃了眼前亏 惹恼了这女魔头 可不是好玩的 哎 合适 合适 简直太合适了 像贺兰教头这样的大美女 在鸡尸山这一站 那些匈奴溃兵们 保证是闻风而来啊 省事 啊 省事多了 孙小是皮笑肉不笑的 静止退回到一边坐下 雨成 我要借你两员大将 去为燕子保驾护航 你可舍得 高远的目光转向另一边的白雨成 将军是想要虎头和横刀吧 行 没问题 将军令我组建赤猴营 这两个家伙冲锋陷阵 好勇凶狠 那是一宝好手 但看赤猴却没这份机灵 放在我这也是浪费了 将军能看上他 那是他们福气 白雨成怂怂肩 回去之后 我就让他们两个收拾包袱 去找贺兰教头报到 高远双手一合 那就如此吧 接下来我们来议议 对付东湖作战的方略 日头过午 议事才结束 贺兰雄走出议事厅 不由有些垂头丧气 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真的看到这一刻 他仍然是心里有些难受 高远不让他去基石山 不仅仅是一位东湖战场之兵 更需要他 而是担心他去了基石山后 会带来一些后患 自己在匈奴部族之间 还是小有名气的 此次孙小去基石山 招募匈奴溃兵 加入浮风军 如果是自己 极易将这些人 团聚在自己的麾下 从而形成一股新的实力 而燕子就不同了 他终究是女人 心思也简单得很 孙小等人看似畏惧于赫兰燕 那只不过是看在高远的面子上 当真玩起心眼来 自己妹妹 哪里是这些人的对手 他垂下头 既然自己已经选择了这条路 那就得认清现实 接受所有可能 哥哥 胳膊一紧 被一只手给攀住了 你不大高兴是吧 贺兰雄转过头摇摇头说 谈不上不高兴 也说不上高兴 燕子 高远怎么找上你来做这个差事 你也就这么答应了 贺兰雁咬着嘴唇半嗓才说 哥 昨天 高远找到我 跟我说了这个事情 他说你肯定是想去的 但他 却不能让你去 他还跟你说些什么 他说 你们是兄弟 他想将这份友情 一直保持下去 保持到你们头发花白 躺在床榻上 不能动弹的那一天 所以 有些事情 现在看似无情 甚至深意 但从长远来讲 却是必须的 他虽然没有明说 但我懂他的意思 贺兰雁低声说道 哥哥 我知道你一向有大志 可行事逼人 你 还是放下那份心思吧 贺兰雄苦笑 不放下又怎样 也罢呀 高远虽然没有跟我说明这件事 但跟你说了 也就跟我说了没什么两样 也免得让我们两个尴尬 他这样开门进山 铭罗铭鼓 我反而好受一行 他说得对 要想我们的友谊保持长久 总得要有人做出习正的 只是燕子 积石山之行并不好做 没事 我能做好 其实 我愿意去积石山的 除了他所说的这个语音之外 还有我自己的原因 贺兰雁抬起头 眼眶里突然之间 蓄满了泪水 别说了 我明白 燕子 你让我放下 你也要放下才好 我们兄妹 就是前世欠了她的 这辈子 要当牛当马来还债罢了 哥 你当真放下了 贺兰雁还是有些担心的 看着兄长 不放下又能怎样呢 实也实也 如果强子为之 不但自己不得好死 还会连累你和族人 再次陷入困难之中 其实放下 也不见得就是坏事 贺兰雁确实笑了起来 看起来整个人要轻松不少 哥 那条路太难了 与我而言呢 我只需要一个好好的兄长 不需要个英雄的兄长 而对我们的族人而言 他们更需要的是现在的安妮 这一份平静于他们而言 实在是等得太久了 兄妹二人相邪而去 而在高远的自己的书房之中 孙小正在向高远大吐苦水 苦苦哀求高远换一个骑兵将领 好歹也不能让贺兰雁跟去啊 将军 我是带一名骑兵将领过去呢 还是找一个祖奶奶过去呢 贺大小姐我可实在是管不了啊 孙小赖在高远书房之中 翻来覆去的说这一件事情 而高远听耳不闻 视而不尽 孙将军啊 高将军让贺兰雁跟你去 这是有着深远的考虑的 蒋家全终于是受不了 孙小这个啾啾大汉 在高远面前半吃耍呆 那模样只差拉着高远的袖子撒娇了 虽然投入高远麾下不久 但蒋家全已经将高远挥下这些将领 了解的差不多 孙小是高远最为看重的 也最相信了心腹 高远多次离开福峰 留在大阪营里替他看家的 无一例外的都是这个孙小 而这一次出去替高远经营另一个巢穴 高远毫不例外的又选中了他 如果不是贺兰雁去 就必然是贺兰雄去 你需要一个熟悉匈奴情况的帮手 而贺兰雄去的话 很可能带来不可测的后果 贺兰雄本人是有雄心壮志的 如果跟着你去基石山 招募了大批的匈奴骑兵之后 那这只匈奴骑兵是姓高呢 还是姓贺兰呢 蒋家全直接了当地问道 听着这话 孙小是不由一呆 半傻才说 可是贺兰雁这姑奶奶 怎么肯听我的号令啊 我也跟着你去 有我在 我保证贺兰教头会听你的命令 门口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众人转头便看见了 拄着拐棍的步兵站在门口 也只有他 才能无声无息地不经通报 便出现在高远的书房门口 看到他 高远和蒋家全都站了起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